少年练习五连鞭两年半 小小狗链被他耍得虎虎生风 两不半以外的丧尸 他只需出手一次就能将其斩杀 若非两颗担子在胯下坠 满海早被狗链带上了天 可这一切只是个梦 少年名叫仔铃 自从两年半之前开始 他每晚都会做相同的噩梦 梦里是一片满是丧尸的事情 系统给他的任务也是十分离谱 消灭丧尸就能恢复原状 刚开始的仔铃根本没有能力打败丧尸 每天他都要在被丧尸吃掉的惊恐中醒来 原本的精神小伙也被这无限重复的噩梦 干涉两年 他开始尝试寻求医生的帮助 可惜不管是心理咨询 催眠按摩 还是药物治疗 噩梦从来没有停止 医生没有办法 只好试着让他将梦境记录下 然后尝试攻略他 于是仔铃走上了他的末世变强之路 今天是他第99次攻略噩梦 尽管一手五连鞭被他使得出之路 但最后关头他还是被丧尸干掉 第二天 仔铃一如往常的找到医生记录梦境 在经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深入浅出交流过后 女人提议一起吃个饭 两人来到一家小餐馆 嘴里的米饭还没咽下毒 仔铃便听到一个胖子正和老板大吵大门 仔铃好奇的看了一眼 但下一秒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慌 只见餐厅老板一言不发 双眼低起 胖子并不知情 还以为餐厅老板犯了病 可仔铃却是十分清楚 这是丧事变化前的症状 痘大的汗珠流了下 再铃不自觉地浑身颤 女医生看出了她的紧张 询问再铃发生了什么 再铃刚想回应 下一秒 餐厅老板就化为了一头丧尸哭到了胖子身上 血腥的一目刺激着再铃的大门 一直以来的噩梦居然变成了现实 他不可置信地呆坐在餐桌前 直到胖子彻底被丧尸小可爱养没了气 他才反应过来 此时路上已是哀嚎一片 无数的丧尸涌入街头 在吸食完胖子之后 餐厅老板猛地朝再铃起来 关键时刻 再铃本能地拿起桌上的老檀酸菜 砸向丧尸头 丧尸的天灵盖碎了 但再铃知道 这样并不足以消灭对方 他快速跑到厨房 一脚踹断脱板 长棍在手 天下我有 再铃的眼神变得坚毅 曾经在梦里练习了无数次的动作 抹上心头 弯腰闪过丧尸的进攻 再铃握紧木棍直接回头逃 木棍十分丝滑地插入了丧尸脑门 丧尸寄了 再铃慌了 再经过2.5秒的思考后 他终于接受了眼前的现实 女医生已被吓出了黄金叶底 再铃 你刚才是不是杀人了 再铃一脸的不耐烦 教授 你脸上长得是黑窟窿吗 看不见大街上全是这种混乱的局面 这玩意叫丧尸 俗称小可爱 女医生一脸惊恐 恍然间他想起了那本笔记 难道这就是在铃梦里的怪物 忽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再铃面色凝重 探向窗外 不远处的加油站正燃烧着玄雄烈火 果然 现实里发生的事和梦境是一样的 看来不只是这座小镇 各大城市也开始爆发市场 再铃有些慌了 99次的攻略 人类没有一次成功击退丧尸 难道自己也要苟活下去吗 忽然耳边传来系统提示 任务 护送专家 成功奖励 获得传授技能 再铃一脸震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次的任务和梦境中不同 难道出现了什么变故 结局能够改变 眼前的任务是他从未完成过的准确 一股微妙的预感有不上心头 这一次 或许我能拯救世界 少年获得神秘系统 不仅可以将别人的特点吸取为技能 同时还能将技能融合创造更强的招式 在收到系统第一条任务时 丧尸就已经发现了餐厅里的两人 再铃叫醒发呆的崔洛依便招呼他往外头 路上的小可爱们两眼冒光 这不就是行走的白斩鸡吗 两人一路急行来到一处仓库 再铃轻车熟路将大门紧锁 随后便转身去工具箱里寻找武器 没错 这里是在铃梦境里第一次找到武器的地方 也是他变强的开始 将狗链缠在手上 再铃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 你准备一下 一会我会用最短的距离正面突破到我家 崔洛依还处于震惊之中 对于载铃的提醒 他根本没有反应过 再铃打开仓库大门 周围的小嘎嘎们瞬间被他吸引 再铃面露冷色 眼神坚毅 手中的武帘边开始缓慢蓄力 依旧是不到两步半的距离 再铃出边了 丧尸们的哀嚎加上狗链碰撞时发出的声响 将崔洛依从愣神中拉了回来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 眼前的这个少年还是自己的那个病人吗 如果不是马大师的清传弟子 谁又能使出如此凌厉的武帘边 一边在手 天下我有 再铃此时已经杀疯了 配合着与将军飞踹 一群小丧尸轻松被解决 崔洛依看吃了 阳光下的那个少年好猛啊 此时更多的丧尸闻声而来 再铃恶狠狠地看了一眼 现在可不是打吃酒战的时候 而是要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 见崔洛依还在愣神 再铃按骂一声叫住对方 发什么蛋 想给他们当午餐啊 回过神来 两人夺命而逃 终于在日落前逃回了再铃的家 再铃住在郊外 周围也没什么丧尸 刚进房间 崔洛依就跪了下去 不是他想吃棒棒糖 而是他的腿软了 再铃将他扶到沙发上 这时系统发来提示 任务完成 传授技能生成 传授 F级 可从专家身上获取技能 崔洛开始思索 什么是专家 他的定义是什么 突然 系统再次弹出提示 这位专家对你有好感 你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技能 崔洛黑黑一笑 总算没有白救 传授技能 发动 这个少年表面上是个盛亏男 背地里却是个五连边高手 再铃对着崔洛依发动了传授技能 下一秒 他便被传送进了一个血红色的空间 更让他奇怪的是 崔洛依居然看不到身边这些颜色 看来自己的技能 别人是看不到的 突然系统发来提示 恭喜获得技能 F级精神安抚 可以治愈目标人物精神状态 好家伙 有了这个技能 可以直接应聘精神病院长的职位 可是这是末世 再铃不知道这个技能 到底能不能发挥作 这时崔洛依点燃一根香烟 不过这样正好 再铃可以用他试验一下 自己刚获得的技能 伸出手掌 再铃默默发动了精神安抚 一道红色的光芒 覆盖崔洛依全身 系统提示 既能启用成功 目标人物的精神力 已变得更加稳 下一秒 还在哭哭啼啼的崔洛依 一下子就变成了精神效果 好家伙 这疗效也太快了吧 突然在铃脑海里 涌现出无数个身影 他所在的村子里 有多个领域的专家 那么自己岂不是 可以将他们的技能 全都占为己有 一想到这里 再铃的笑容逐渐变态 此时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里 一名壮汉正在独占一群丧尸 尽管他已是73岁的高龄了 杀起丧尸来如同砍瓜切菜 而他正是当今武术界第一员 普达峰 没错 再铃想到的第一个 获取技能的人就是他 他推出摩托车 一路朝着城镇中心方向而去 尽管普达峰修炼的是天魔神功 一般丧尸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仔铃却是十分清楚 因为在他的梦境中 古大峰的下场并不完美 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 是两个巨大的变数 所以这一次 仔铃必须在变数来临之前 拿到对方的天魔神功 丧尸不可怕 就怕丧尸会进化 古大峰作为当今武林第一员 73岁高龄却拥有一身剑子肉 施展的天魔神功 更是让丧尸小嘎嘎们 毫无招架之力 然而正当他以为丧尸不过如此之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脚步声 只见一个身高两米般的巨型丧尸走了过来 一张满是獠牙的大嘴 更是一口吞下一个小丧尸 仿佛他现在的体型 就是靠吞噬丧尸而进化 吃掉一个丧尸 巨型丧尸发出舒爽的嚎叫 肌肉未打崩萃 但这番举动 却是让古大峰显得十分兴奋 嘿嘿 终于来了一个能打的了 古大峰纵身一跃 沙包大的拳头暗暗蓄力 天魔神功第二是 猛虎乱舞 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丧尸身上 普大峰轻筋抱起 力量倾泻而出 巨人丧尸被打得啪啪坐下 他猛然发出一声怒吼 普大峰也是心头一惊 都说乱拳打死老师 刚才的拳头如此密集 对方居然没有事 巨人丧尸猛然伸手 与普大峰十指紧扣 两人进入了绝力状态 但仅过去2.5秒 普大峰的额头上就已经开始冒汗 巨人丧尸的力量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颤抖 突然啪的一声 普大峰直接跪倒在地 一根铁链猛然醒来 巨人丧尸猝不及防 挨了一个大逼兜的 老人家我来救你们了 出手之人正式赶来的在林 同为一个村子的邻居 在看到在林时 两人也是一脸震惊 还愣着干什么 快出来 普大峰的大哥也在这时反应过来 搀扶起普大峰便往外走 巨人丧尸发出一声怒吼 一朝蓄意轰拳袭向在林 在林弯腰闪避 身后传来普大峰焦急的喊叫 快走在林 你不是他的对手 在林微微一笑 老人家 还是你们先走吧 我的摩托只能做两个人 普大峰被堵得哑口无言 此时更多的丧尸听到声音围了拐 在林手中的五连边暗自蓄力 糟糕 丧尸比想象中的要多 自己的体力可以坚持吗 突然 脑海里传来的系统提示声 有位专家对你有好感 你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技能 回头看去 对自己有好感的正是拥有天魔神功的普大峰 在林的嘴角逐渐开始上翘 呵呵 天魔神功 这不就来了吗 少年双手没有插兜 依旧不知什么叫做对手 面对来势汹汹的丧尸 在林露出一丝变太笑了 技能天魔神功 发动 在林双手交叉 看地拔葱 丧尸小嘎嘎们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君林步 在林如同一枚炮弹坠入地下 巨型丧尸被他踏入地底 余波更是将其他小嘎嘎全部秒杀 还没来得及逃走的普大峰 两人顿时惊掉了伤疤 系统提示 天魔神功第一章开启 在林如今只是解锁了 第一个F级的技能就爆发出如此威力 开挂这件事是实锤了 以获得被动技能天魔心法 被动效果激活 会感受到马娜 在林有些猛逼 什么是心法 什么是马娜 打开系统面板才发现 马娜就是蓝两 好家伙 这是打游戏吗 突然一股淡蓝色的亮光从他手掌泛起 这就是激活身体吗 看来冒险营救两个老灯 还真是一个正确的选 天魔神功果然名不虚传 在林从房间内走出 老人家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然而话音刚落 身后再次传来巨人丧尸的嘶吼 此时对方的表情 就像是你表情包里的第三个一样 在林咧嘴一笑 既然还活着 那可别怪我下手无情了 五连边暗暗蓄力 突然丧尸的蓄意轰泉猛然起来 在林汉地拔葱躲过一击 地面被捶得四分五裂 身形落下 在林头也没回 老人家 你们快去我家 崔洛依教授也在那里 两人知道继续留下 一定会成为再林的雷坠 于是含泪启动了摩托 两个老灯走后 再林洋晃着狗链冲向巨人丧尸 啪一个连五边 巨人丧尸的脑袋被再林爆口 但这一击并未将其秒杀 巨人丧尸大手一抓 铁链被他攥在手心 双臂同时用力 咔嚓一声 五连边被一分为二 再林怒火冲天 他瞄的 这是老子最喜欢的武器 单边呈双边 再林爱抚着手中的铁链 大块头 知不知道 损坏别人的东西要受到惩罚 今天不如让我狠狠地揍一顿吧 面对身高两米半的巨人丧尸 少年只是略微出手 便将其一分为二 在解锁了天魔心法之后 再林便可以将魔力凝聚于拳头之上 一拳之威 恐怖如斯 巨人丧尸寂了 额头上爆出了一枚红色宝石 再林将它捡起 红魔石 使用后可提升等级 再林笑了 这他喵得纯纯科技与狠活呀 回到家中 见两个老灯平安无事 再林也是松了一口气 两个老灯上来也是一顿夸赞 这年头倒了都没人敢服 没想到再林居然会去丧尸群里救他们 再林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老子该是去救你们吧 我是为了你们身上的技能 这时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有位专家对你有好感 你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技能 可传授技能 木制剑主 再林咧嘴一笑 差点都忘记了 容春老人可是村里有名的木匠 这时普大峰开始询问 再林为什么会天魔神功 再林也没有隐瞒 表示自己有一项技能 可以获取他人能力 这让几人有些摸不到头脑 再林把大家叫到院子 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启动技能 木制剑主 巨大的轰隆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把几人瞬间给吓了一跳 突然地面开始震动 刷的一声 一根两米半的木桩拔地而起 而这仅是个开始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排排木桩如雨后春笋般瞬间凌厉 就连大门都给装饰好了 曾经空荡的院子被卷成了昆昆之家 最为震惊的当属容春老人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哪怕身为大木匠 他也从未见识过如此木桩 手指上传来的触感 让他感觉眼前的根本不是木材 而是硬邦邦的铁棍 释放完技能 再灵已是大汗淋漓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从荣春老人那里学来的能力 而这都归功于传授技能 胡大峰恍然大悟 此刻他的内心除了震惊 就只剩下了激动 天魔神功总算后继有人了 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 他的弟子没有一个达到入门阶级 只有他的孙女勉强符合条件 十八年的时间过去 孙女医书通过刻苦训练 已经具备成为下一任继承者的条件 但和眼前的这个少年相比 别说是孙女 恐怕是自己都不如对方 看来拯救世界的希望就在他的身上 此时仔灵并不知道普大峰的想法 突然系统的警告声响起 过度使用技能 马那树指已为灵 仔灵只感觉浑身冒虚寒 头晕脑胖 哐当一声 仔灵倒了下去 此时他的蓝已见底 为了恢复马那 将启动强制休息 围栏外面丧尸如潮 围栏里面吃着烧烤 在这满是丧尸的世界 身上没点外挂根本生存不下去 早上的六点七时 仔灵刚刚睁开眼睛 外挂又到账了 完成隐藏任务 一晚上救出三名专家 奖励分析技能 又是美滋滋的一天 仔灵试验了几下发现 分析技能不仅可以对人使用 还能分析物品的特性 不过技能不能过度使用 昨天他就已经体会到了 蓝亮耗光就会强制进入睡眠 这在充满丧尸的环境里 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仔灵拿出了之前捡到的红魔石 崔洛依好奇地询问 仔灵拿的是什么东西 仔灵告诉她这是红魔石 不管是人还是装备 都可以用它进行强化 那你为什么不去使用 而是只看着它 仔灵回答说 她只是在想该把它用到哪里 说着仔灵便起身推出了摩托 为了搞清红魔石的最佳使用选择 仔灵必须出去查看一下 仔灵很快就来到一处山坡 突然远处传来的爆炸 引起了她的注意 仔灵丢下摩托 改从树林里抄近路 此时人类军队正在道路上设置防线 但面对来势汹汹的丧尸大军和变异丧尸 枪支大炮也不好使 当仔灵赶到的时候 军队已被丧尸团灭 仔灵一脸担忧 眼前发生的一幕已经添离了她的梦境 梦里的五个变异丧尸如今变成了十个 而且那头大家伙也提前登场了 仔灵一脸紧张 发动了分析技能 斯托克 特殊变异 特征敏锐的嗅觉 看来今晚是没法好好地睡觉了 仔灵骑上摩托急速往村子等去 她必须要在夜晚到来之前布置好一切 否则丧尸今晚就会攻入村子 仔灵来到河边 她清晰地记得 这里的游艇里有一些没放过的烟火 只要能将最大的那只丧尸引开 剩下的丧尸根本不足为虑 强化加一成功 加二成功 加三成功 一根小小的斗链 竟被男人强化到了满地 为了阻止丧尸攻入村子 仔灵提前布置好了烟花 夜幕降临 她来到一处废弃的大楼之上 拿出准备好的神游 朝着自己的指引猛喷了几下 那只最大的丧尸嗅觉十分敏锐 她必须借此掩盖自己的气 做完这一切 仔灵拿出了红魔石 她将自己的狗链放在地上 启动分析技能 旧铁链 五等级物品 仔灵将红魔石放在了狗链上 是否强化 Yes 仔灵毫不犹豫地点下了确定按钮 下一秒 小小的铁链竟爆发出药物光芒 强化成功 完整的铁链 F级物品 传导率15% 特殊能力分离 亮闪闪的狗链拿在手中 仔灵有些爱不释手 注入魔力 狗链仿佛有了生育 只是这个特殊技能是什么意思 仔灵尝试发动了一下 一根完整的狗链变成了两根 好家伙啊 刚才是强化了个寂寞呀 不过至少也增加了传导率 此时丧尸已涌入了村头 见时机成熟 仔灵拿出了烟花遥控器 随着启动按钮按响 油艇上的烟花被逼 趁着丧尸们发呆的剑行 仔灵手持五连边冲了出来 铁链锁喉 双手发力 丧尸的头颅如同皮球般弹射出去 周围的小嘎嘎反应过来 发动远程攻击 仔灵一连冷漠 木制剑柱发动 两根两米半的木桩拔地而起 直接挡下当事攻击 此时的仔灵如同拿到了篮球的鸡 疯狂地在丧尸头上爆口 只要爆出红魔石 他便直接对着狗链使用 另一边 斯托克被烟花吸引来到了河边的游艇处 在发现自己被戏爽了之后 他分手 靠着敏锐的嗅觉 他找到了仔灵的位置 见到对方来袭 仔灵一脸兴奋 你终于来了 红魔石和狗链碰撞在一起 强化成功 完整的铁链 火焰铁链 武器特殊能力 烟花 红色的狗链缠绕在在灵两臂 双臂合一 烟花激活 嘿嘿 庆典才刚刚开始 一根小小的铁链 仅是强化到加六 就能让少年拥有严权之力 便一丧尸如指音般一张一盒 数次抽纵之后 口中喷射出一股粘稠大网 在灵双手发力 铁链的烟花技能发动 火焰与粘稠大网交融在一起 瞬间将其烟灭 火焰越烧越旺 很快便烧到了丧尸身上 再灵一脸轻灭 就在他以为对方会被烧死的时候 便一丧尸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之前死掉的小丧尸竟在此爬了起来 他们仿佛收到了感兆 纷纷开始围堵再灵 再灵咧嘴一笑 呵呵 想用他们困住我 你也太小看我了 将铁链合二为一 再灵的连五边暗暗蓄理 铁链如同注入了生命 在小丧尸的头上疯狂地爆口 此时便一丧尸以挣脱火焰 见情是无妙 他一个汗地拔从便逃了出去 再灵膀胱一扫 连五边瞬间发动 血红的铁链瞬间缠住便一丧尸的膝盖 再灵双手交错 用力一把 丧尸双腿进尸 火焰灼烧着他的身体 便一丧尸发出一声悲鸣 彻底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 一个黄毛听到了动静 急速朝着赶来 在看到便一丧尸被再灵干掉时 黄毛被惊得目瞪口呆 再灵手持摩石微微一笑 金博士 你嘴里好像有痔疮啊 原来此人正是再灵同村的邻居 红石也是一个动物研究专家 收走了红摩石 再灵刚想和对方解释这一切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诡异的绿光 抬头看去 再灵一脸惊愕 只见一个巨大陨石正朝他们的位置袭来 再灵叫住金博士把腿就跑 骑上摩托 再灵将油门拧到底 刚才发生的一幕根本就没在梦里见过 那到底是什么 再灵的思绪全都放在了那颗陨石上 哐当一声 摩托撞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而就在这时 陨石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头顶 一颗绿色的陨石 效果竟堪比三花淡奶 再灵因为分身撞倒了电线杆上 但万幸的是 陨石并没波及到他们的位置 绿色的陨石炸裂成了紫色的烂肉 竟将死去了丧尸重新复活了 再灵一脸警惕 他发动了分析技能 结果系统面板上弹出的全是乱码 眼前的一幕是他梦里从未遇见过的 他发动连五边尝试干掉丧尸 结果铁链爆扣在丧尸头上 却并未将其击杀 哪怕是切断手脚 对方也能在紫色烂肉的加持下 重新长出新的肢体 这诡异的陨石到底是什么 幸好丧尸无法踏出紫色区域 不然今天这集就该完结了 再灵搞不清原因 只好先带着金博士回家 回到家后 再灵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重点 尽管大家知道围栏外面十分危险 但却没想到事情如此棘手 杀不死的丧尸 搞不清的陨石 他们直接被困在了这里 就算丧尸不来攻击他们 他们的物资也坚持不了多久 这时金博士提议 他的家里训养了一群听话的乌鸦 只要将他们带回来 就可以利用乌鸦收集粮食 这个方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可是如何救出乌鸦 又成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再灵贴了一眼带回来的红魔石 他清晰地记得 红魔石是可以对人使用的 如今末世之中 身边如果多一个超能力 对自己的助力就会大一份 可是眼前的三个废物 真的可以用吗 思索片刻 再灵决定让他们试一下 来到院子里 再灵每人发放了一颗红魔石 拿到红魔石的瞬间 每个人的眼前都出现了 一个是否觉醒的面板 再灵教注重人 向他们解释了一切 四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觉醒 红色光芒闪过 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 条大风觉醒了天魔神功 魔力注入体内 仿佛拿到了篮球的鸡 但仅才过去2.5秒 条大风的腰间盘就突出了 玩犊子 第一个红魔石算是废了 荣春老人觉醒了木质建筑 但他同心为敏 竟用技能玩起了积木游戏 他喵得又废了一个 崔洛依觉醒了精神安抚 可以看到别人的情绪值 并且还能安抚 让人心情愉悦 好家伙 又是一个鸡肋 现在就剩下了金博士 就是不知道对方觉醒的技能 能否让人眼前一亮 在末世你可以当一个辅助 但绝对不能当一个废人 经过载灵的调教 几个人总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荣春老人负责修缮家固围栏 崔洛依负责暖床安抚载灵的二人 条大风这个半残 则成为了载灵的陪练 三个人当中 唯一一个可以和载灵一同战斗的 只有金博士 他觉醒了和动物沟通的能力 可以获取动物身上的技能 同样 载灵在得到对方的好感时 也学会了这个技能 两人从他的宠物身上 获得了滑翔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两人就能穿越诗巢救出乌鸦 在练习了两天半之后 两人踏上了救命之路 来到郊外 再灵发动木制建筑技能 巨大的木桩拔地而起 直接将两人带入天际 在锁定了金博士的家后 两人纵身一跃发动滑翔技能 俯瞰整座小镇 几乎全被紫色区域覆盖 惯性的是 建筑内还未受到波及 突然金博士惊呼一声 再灵顺势看去 唯一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丧尸们正在拖拽尸体 并将其堆在了一起 紫色区域如同一条条如虫 将它们吞噬 并进行融合 不多时 一只巨大的变异丧尸爬了起来 血腥恶心的一幕 让在灵冷汗直流 难道说所有的变异丧尸 都是这种紫色不明生物创造的 思索间 两人已来到了金博士的家中 看到自己的乌鸦 金博士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乌鸦落在博士身上 他立马催动了沟通技能 下一秒 一对黑色的翅膀 从他背后冒出 我的新能力怎么样 像不像屌人呢 在灵咧嘴一笑 像 你全家都像 找到了乌鸦 两人便准备反调 此时地面上的丧尸 也开始注意到两人 纷纷抬头看去 拥有飞行能力的两人 并没将它们当成一回事 但下一秒 丧尸们纷纷将手伸向两 腐肉开始如动 刷得一声如蜘蛛吐司射向两 仔灵心头一惊 五连边瞬间水出 背上的滑翔技能 也在此时消散 金博士还想上前营救 但直接被仔灵拒绝 金博士 你先回去 不然我们两个都走不了 一边出 神鬼灭 那个男人从鲁鱼战场回来了 铁链裹挟着炽热的火焰 猛然抽象丧尸小嘎嘎 所过之处 肉香扑敌 仔灵从天而降 势必要给各位看官老爷们的 年夜饭加到菜 军林不发动 当人形炸弹落入尸巢 翠库拉朽之力 如波纹般四散开来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嘀吼 在灵回头看去 只见一头巨型变异丧尸手握 大锤来势汹汹 颠出如龙猛然抽搐 但一击过后 仔灵双手发麻 他也没有想到 对方的防御力居然如此惊人 此时身后的丧尸小嘎嘎 在紫色污染源的加持下 又重新站了起来 在灵眉头紧皱 如今的局面拖得越久 对自己越不利 他汉地拔葱越上墙头 打算从空中制约对方 然而这时 便衣丧尸双手被紫色污染源缠绕 在对方的加持下 便衣丧尸再次发生变化 武器变为了一杆巨大的炮口 与其手臂融合 只见便衣丧尸抓住身旁的一个小嘎嘎 直接放入了炮头 砰的一声 小丧尸化为炮弹朝着在灵射去 在灵反应及时 立马翻身躲避 身后传来的爆炸声让他心头一惊 一时间 在灵没有战斗下去的念头 以他目前的实力只有淘的粉 终于在傍晚时刻 在灵甩掉了便衣丧尸 躲进了一处建筑内 正当他愁着如何回家时 突然看到了一处充满一样的房子 房子的周围干干净净 紫色污染源仿佛惧怕 那里一样不敢靠近 仔灵决定先去看看 来到房子门口 仔灵就听到了一道十分奇特的声音 在声音的刺激下 紫色污染源不停地蠕动 看来是这些声音拦住了他们 突然 在灵发现墙头上出现了一个废斩 对方在看到自己后显得十分紧张害怕 仔灵对其施展精神安抚 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进入房间 男人告诉仔灵 他叫柳东卓 是一个全民制作人 平时喜欢唱 跳软 仔灵询问他 为什么在他家里总能听到滋滋的声音 这让柳东卓感到十分震惊 他告诉仔灵 他设置的是低频率声音 他也是无意中发现丧尸们不敢靠近这个声音 只不过这种声音按说人类可是听不到的 仔灵没有和他解释 此时他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获取对方的能力 如果声音可以成为技能 或许就能解决那头变异丧尸 如果刺耳的声音可以让丧尸不敢靠近 我想机哥一定可以活到最后 在发现柳东卓是一名全民制作人后 仔灵决定邀请对方加入自己的营地 同时也是为了获取对方身上的专家技能 果然 在说出自己的营地有烧烤时 对方对他产生了好感 仔灵成功在他身上拿到了音响学技能 可以消耗魔力赋予其他物品声音 仔灵尝试在铁链上施展 连舞鞭直接升级为响鞭 被赋予了声音的铁链威力更强 有了他 仔灵自信可以干掉那头变异丧尸 这是一只流浪猫突然冒了出来 看样子也是饿了很久 柳东卓十分有爱心地拿出猫粮为他 仔灵上前爱抚对方 忽然动物沟通技能被动发动 你将获得流浪猫的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滑翔变更为敏捷的身手 仔灵感觉像是穿上了足利剑 整个人的身体都变得轻盈起来 试验了一下 果然很强 有了这个能力 对付变异丧尸又多了一分饱 仔灵让柳东卓在家等他 自己踏入了紫色区域 敏捷的身手加上响边技能 仔灵如同一头拿到了篮球的鸡 在尸巢之中嘎嘎乱杀 鞭子在丧尸的头上爆口 再也没有出现之前打不破天灵盖的情况 不多时 小嘎嘎就化为了亮闪闪的红魔石 仔灵还没来得及捡起 身后突然冒出了数条巨大的触手 触手急速朝着再灵起来 五连边发动 再灵猛然出边 触手拦腰截断 一股不明液体喷射而出 这番举动瞬间引来了更多的小嘎嘎们 再灵跃上墙头 露出有个无比变态的笑容 嘿嘿 这些不都是行走的宝箱吗 来一个杀一只 来两个 杀一双 开了挂的再灵疯狂地在尸巢中收割 红魔石爆了一地 这让他心情大好 这时 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狩猎十只世界首批感染者 奖励道具库十公斤 一个小布袋子凭空而出 再灵好奇地将其握在手中 难道这小东西就是道具库 突然袋子飞了出去 直接开始自动收集红魔石 故意会地上的红魔石就被剪干净了 再灵一脸兴奋 嘿嘿 这下就可以加快进货的速度 强化成功 火焰铁链进化为青焰铁链 增加特殊能力青焰龙 再灵也没有想到 一颗小小的魔石 爆发的威力竟堪比三花蛋来 就在再灵刚刚解决了丧尸小嘎嘎 便一丧尸就找上门来 面对这个曾经让他吃瘪的巨物 再灵拿出了之前爆出的橙色魔石 这是蕴含着巨大力量的魔石 可提升武器等级 再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强化 原本放红的铁链变为了青色 此时便一丧尸硬邦邦的炮口 已对准在里 砰的一声 丧尸炮弹发射出去 再灵眼神冷裂 铁链上的青焰龙瞬间发动 一头满是獠牙的龙形虚 在灵池边而上 便一丧尸发出一声哀嚎 双臂近尸 汁水刺激 再灵一脸冷色 青焰龙爆发的笑不甚好 但速度还是达不到他的脑 在灵脚底发力 敏捷伸手能力发动 人边合一 边出如龙 便一丧尸已是伤痕累累 突然他发出一声怒吼 紫色的污染源开始朝他汇聚 仅是眨眼的功夫 便一丧尸失去的双臂就开始凝聚 刷的一声 二臂化为尖刺 就连头颅也化为了一朵盛开的菊花 便一丧尸张牙舞爪的朝再灵起来 连武边护在身上 在灵危机大作 对方的速度明显比之前快了很多 快速与其拉开距离 在灵的大边甩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一个长相极为猥琐的男人 正在远处看着在灵 在看到在灵一个人干掉了便一丧尸后 他那智慧的小眼神 直接转动了2.5圈 在灵并不知道有人盯上自己了 在收起模式后 在灵收到了系统提示 令人震惊的业绩 奖励宣布领域 可宣布自己的领域 领域内的友军会获得特殊技能 看来这个技能得回营地才能确认 就在这时 那个观察在灵的男人走过来 见到此人 在灵心头狂震 他可是清晰的技能 在自己的梦境中 此人可是一个以杀人为乐变太阳 这是男主来到末世最兴奋的一天 那个在梦里杀他千百次的男人终于出现了 在灵微微一笑发动了分析技能 来的三人都是提取人类魔石者 这让在灵一阵诧异 难道杀掉人类也能获取魔石 仔灵还没反应过来 条贤城就先打起了招呼 他表示刚才见识了仔灵的实力 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营地 仔灵游戏一货 你们也有基地 那他们也都是觉醒者吗 条贤城表示不全是 但是他们的营地有厨师 可以吃到许多末世吃不到的东西 条贤城的话音刚落 地面突然震动起来 众人皆是一脸惊恐 突然在灵的面前弹出警告口 仔灵还没反应过来 地面就冒出了数条巨大的触手 紧接着那些被干掉的丧尸 又重新找出了躯体围了上 条贤城拿出匕首表示 自己的基地就在不远 希望再灵能先和他一起回去 再灵大边一甩 心里一阵冷笑 既然如此 那就陪你们玩玩吧 不过这一次 死的可是你了 跟着三人 再灵一路嘎嘎乱杀 再灵展露出来的实力 很快就让普贤城感受到了危机 不过更让他担心的是 丧尸已经越来越多 再这样打下去 自己就快要交代在这里了 默默发动了自己的技能 恐怖 下一秒一股滔天气焰 从背后冒起 周围的丧尸小嘎嘎 瞬间被这股气势给震慑住 朴贤城手持匕首 轻松收割 香肠嘴和老白毛健壮直呼牛逼 再灵默默看着这一切 原来他的技能是恐怖 看来杀他之前 得把这个技能搞到手 不多时 众人逃到了普贤城的基地 朴贤城告诉仔灵 他们还有一个同伴 只不过精神不太好 被他们绑起来了 仔灵心中暗笑 这群人还真拿自己当傻 来到小黑屋 仔灵看到了被绑的那个男女 发动分析技能 仔灵一阵诧异 无等级人类 看样子不像是拥有魔石的 难道是被误抓的 仔灵淡淡开口 他应该是有点用处 所以才没被你干掉吧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心头一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仔灵咧嘴一笑 多可惜啊 再怎么说也是一颗魔石啊 听到这里 朴贤城再也忍不住 他放声大笑 这个世界可真小啊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同类 说实话 我本想干掉你的 但是我没办法对寥寥无几之音下手 仔灵先生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 你愿意和我联手吗 仔灵握住对方的手 能成为你的之音 我很荣幸 就在此刻 系统提示声响起 专家对你有好感 你可以获取恐怖技能 嘿嘿 朴贤城 我会好好享用你的技能的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个老六 在末世遇到自己的仇人 不是急着复仇 而是先获取好感 学会对方的技能 仔灵刚刚拿到了恐怖技能 房间内就来了三只 十分下饭的小可爱 朴贤城智慧的小眼睛一瞪 当即下令冲杀出去 发动了恐怖技能的 朴贤城很快解决了 三只变异丧尸 可惜鸣枪一躲 老六难防 几人刚刚来到门外 站在最后面的仔灵 就已经开始蓄力 木质建筑发动 数条粗壮的树干拔地而起 直接将朴贤城三人困在外面 反应过来的朴贤城气急败坏 疯狂地用小刀刺木棍 然而并没卵用 此时丧尸已经围了上来 老白毛和香肠嘴 不出意外的意外剂 条贤城感谢两兄弟的陷阱 本想用他们拖住丧尸 自己逃走 然而才走了两步半 就发现更多的丧尸又围了上来 条贤城被丧尸抓住 他不甘心这样死去 哪怕成为丧尸 他也要抱这个头 他奋力撕扯下 丧尸身上的一块符润 毫不犹豫地吞进口中 与此同时 载凌重新回到房间 找到被绑架的陈和铭 为其结绑之后 载凌施展了精神安抚 他表示自己是来救他的 同时还递给了他一枚红魔石 陈和铭虽然是个弱鸡 可他也知道红魔石的作用 难道面前的男人 和那个变态杀人狂一样 都是采集人类魔石的 不过他仔细看后 发现载凌给他魔石 和普贤城的不一样 载凌告诉他 这是丧尸身上抱出来的 有了他 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觉醒主 男人接过魔石 在灵心中大喜 他让对方赶紧去找些食物练练手 陈和铭走后 陈和铭将身上的魔石放在地上 如今想要带着陈和铭这个脱油瓶离开 必须要强化技能了 仔灵拿起黄色魔石 选择强化传授技能 一道耀眼的金光闪波 强化成功 主技能得到强化 蓝量上限增加 可通过传授者的指导提升技能等级 可以预知分析对象的行动 好家伙啊 一个技能直接让仔灵练成了六边形战士 这是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转头看去 是成和铭做的饭好了 一碗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的炸酱面 仔灵毫不客气地扒了起来 突然系统发来提示 您使用了专家的美味炸酱面 三小时内能力提升20% 仔灵双眼冒光 哈哈 这下我们可以顺利离开了 仔灵吃了一碗炸酱面硬了三个小时 而朴贤城吃了一块丧尸肉 直接长出了三个头 就在刚刚 只冷起来的仔灵决定从下水道逃走 一边祭出 天崩地裂 两人跳入下水道 然而才走了不到2.5米 下水道就传来剧烈的震动 墙壁上的小缝越来越大 石榴一声 一个不明物体进来 仔灵旁观一景 只见来人正式吃掉丧尸肉的骨贤城 好家伙啊 哪吒是三头六臂 这小子是三头二臂 仔灵发动分析技能 名称柜子手 种类被感染的觉醒者 特征顺步 杀剑 三个脑袋 恐怖 消除恐惧 铁链一分为二 仔灵同时发动三项技能 他一边冲杀向前 一边提醒城和明仙回到房间 临近对方瞬间 仔灵发动预知技能 在这个技能的加持下 调弦城的动作像是放慢了100倍 一番交战下来 调弦城已感受到了压力 他默默发动恐怖技能 而就在这时 仔灵收到系统提示 正在观看传授者的完美示范 恐怖理解度32% 当达到100%将进入下一等级 仔灵还在震惊 预知已提前被动开启 不好 他想从背后攻击我 仔灵迅速回头 蓄意轰拳猛然袭向对方 三个头打吐了两个半 调弦城被这一下搞得猝不及防 狼狈至极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攻击居然被对方预判了 三个头已经有两个想逃了 本就懊恼的调弦城果断献祭队友人头 并将两人的头颅生吞下去 这种变态行为直接颠覆了再灵的三观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调弦城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异 眼睛成了一只 体型变得更加轻盈 满是历齿的大嘴发出阵阵低吼 恐怖技能发动 正在观看传授者的完美示范 理解度83% 仔灵黑黑一笑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调弦城的历此袭来 仔灵靠着预判禁数挡下 终于 恐怖技能的理解度达到了100% 仔灵双瞳泛黄 当即发动 一股滔天威压席卷来 调弦城一脸震惊 但不等他回过审来 仔灵的蓄意轰拳已至深浅 拳头如篮球般爆扣在头上 调弦城的脸都被打变形了 现在的仔灵和他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对方 完全没有注意到 铁链已将他的手臂缠绕 仅是打断了一条手臂 就爆出了一枚黄色模式 调弦城的反应很快 被抽掉一根手臂后立马顿走 仔灵没有继续追上去 他看到了手臂下发光的模式 在将气捡起后 仔灵回头找到陈和铭 两人一路从下水道 来到柳东卓的家门口 看到仔灵回来 柳东卓显得格外兴奋 仔灵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陈和铭 表示他要出去打丧尸 希望他能暂时收留对方 此番举动也赢得了陈和铭的好感 仔灵成功学到了料理技能 他尝试用鸡尾酒和可乐进行调制 意外弄出了绝形饮料 与此同时 逃走的朴贤城正在大街上狩猎丧尸小嘎嘎 和仔灵不同的是 他是通过吞噬其他丧尸来恢复自己的伤势 就在他刚刚恢复手臂的时候 一股威压突然袭来 身后的丧尸们全都跪了下去 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女 他浑身散发着一股妖艳的光芒 在看到对方的瞬间 朴贤城浑身不自觉地开始颤抛 慢慢地他也开始下跪 对方展现出来的力量根本不是他能应对的 甚至紫色区域内最恐怖的统治者也不是他的对手 女人一步一步朝着丧尸小嘎嘎们走来 越来越多的丧尸跪倒在地 女人的尾巴如同一朵盛开的石人花 猛然插入地面 不说2.5秒 地面就出现了一道裂缝 一张满是獠牙的大嘴猛地从地底冒出 嘴之大 一锅顿不下 包括朴贤城在内的小嘎嘎们 几乎不够他一口吞的 突然巨嘴猛然落下 小嘎嘎们直接被吞了进去 巨嘴如动着身体 发出咀嚼的动静 突然巨嘴的背上睁开了一只大眼睛 他注视着女人 毕恭毕敬地说道 参见女王殿下 请吃掉我们成为完全踢吧 而这个女人正是普大峰的孙女 天魔神宫第24代传人 朴一叔 长得漂亮的女人 哪怕变成丧尸也能成为丧尸女王 朴大峰的孙女朴一叔 不仅得到了爷爷的真传 还完美避开了她的基因 她城墙扶弱 继承了爷爷的天魔武馆 手下弟子无数 丧尸爆发后 她带领弟子打丧尸 一群人让她玩的只剩下了五个 绿色陨石落下的那天 她正在院子里给弟子们上等 而陨石不偏不倚地 就落在了自家院子里 紫色的污染源 直接让弟子们变为了丧尸 条一叔是最后一个重招的 和其他人不同 她直接进化出了一对翅膀 很快她的意识被占据 无数的丧尸小嘎嘎被她吞噬 如今 大眼丧尸怪又给她加仓了 条一叔的实力再次得到增强 另一边 在临踏入紫色区域后便发现 所有的丧尸都不动 她还在纳闷 系统就发来提示 条衔成已灭亡 红布技能不会回收 还没搞清状况 周围的丧尸就开始融化 紫色的污染源也在慢慢退去 系统声再次响起 开启紧急任务 请阻止女王复活成完全体 再琳一脸猛逼 这时黄毛突然赶来 她焦急地大喊 不好了再琳 一叔她变成丧尸了 再琳眉头紧锁 这可真是拉屎扣破纸 尿尿尿尸是血啊 这时朴大风也焦急地打了过来 孙女成为丧尸的事情 她也得到消息了 从黄毛口中得知 自己的孙女就在紫色区域后 她头也不回地冲了进去 再琳担心对方寄了 让黄毛先将消息带回家 自己则追了上去 两人刚刚踏入紫色区域 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住 一个巨大的肉茧漂浮在半空 而普大风的孙女 被包裹的只剩下了一张年 再琳发动分析技能 朴一叔 女王的主持 现在正在接受能量中 等到女王复活 她将不可能变回人类 巨大肉茧不停蠕动 触手源源不断地汲取丧失能量 再琳提醒普大风 想要救出孙女 现在就必须切断那些触手 再琳大便一挥冲杀上去 然而一边下去 残茧耐久裁掉了0.5% 再琳一脸震惊 她也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这么剑 这时朴大风开始催动魔力 再琳你看好了 这一招我只用一次 一定要学会 天魔神功 大风一拳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光头的实力 朴大风凝聚全身魔力 打出的一拳极具穿透力 一拳之力 催枯拉朽 残茧的一根触手当场撕裂 仅是一拳就让耐久掉到了88.9% 再琳震惊的同时 似乎也看出了轮道 朴大风的拳头 和自己的音响学十分相似 再琳让条大风先休息一下 双边缠绕在手臂之上 再琳发动音响学技能 她急速冲向肉茧猛然挥出一拳 一拳之威恐怖如此 肉茧的触手瞬间断裂好几根 朴大风已经看傻了 这年轻人一点面子不被自己流了 学会了这一招 再琳开启疯狂输出模式 没一会功夫 残茧耐久掉到了47.5% 紧急任务也在这时提示完成 奖励宣布领域一次强化权 突然残茧拔地而起来到两人头顶 不待两人反应过来 残茧已落在地面 只见残茧的中间已经裂开 朴一书缓缓从中走得出来 女王的复活处于极度不委定状态 开启紧急任务 压制女王 朴一书猛然睁眼 一股滔天威压席卷而来 仔玲心中危机大作 系统也在此刻发出了逃跑的警告 在开启预判之后 仔玲抓住朴大风奋力一丢 他很清楚 如果不将朴大风扔出去 他是不可能在这里活下去的 刚把朴大风丢出去 仔玲就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危机 朴一书快速朝他袭来 仔玲发动预知技能 对方的每一道攻击轨迹都清晰可见 他从容不迫进行格挡 找准机会 仔玲同时发动恐怖 音响和青燕龙三道技能 一拳出 青龙线 然而一击过后 朴一书毫发无损 仔玲眉头紧皱 下一秒 对方仅是青台意见 仔玲便如炮弹般射了出去 还没将自己从石头上抠下来 朴一书已经走到身前 仔玲发动木制建筑将气困住 他转身就跑 事到如今 他只能下宣布领域这个技能没意 只要回到营地 说不定还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距离营地 还有两步半的距离 朴一书已正拖开了木制建筑 尖刺朝着仔玲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仔玲露喝一声 启动技能 宣布领地 营地瞬间被能量照护住 朴一书的攻击就差一丢丢 仔玲已安全进入了领域 启动强化领域管理模式 请选择战斗人员 人员越少 效果越强 看着眼前的面板 仔玲坚定的大喊 战斗人员 只有我一人 启动强化领域 人员越少 效果越强 其他四人的力量 汇聚到在灵身上 刚才的小趴菜 此刻再次直冷起来 请大家都躲起来 接下来 由我对战朴一书 此刻领域的保护罩 已被朴一书撕裂 在灵单手举起 启用合并技能 军灵部和木制建筑 直接融合成了一只巨大的木条 从天而降的脚法 踏向朴一书 他背上的尖刺进出 听死挡住巨角落下 余波让地面开始坍塌 条一书也感受到了 力量的压制 突然他的尖刺化为吸管 猛吸在灵的脚气 如铁坚硬的木制巨角 开始出现裂痕 碰得一身化为碎片 条一书此刻脚气满满 但紧接着他的眼里 又出现了震惊 只见在灵飞在半空 五指张开 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直逼一书而去 这一招 在灵将全部力量 注入巨手之中 守卫之 气仙道 强大压迫感 让一书睁不开眼 他本能地射出 背后的尖刺席向在灵 载灵露喝一声 拳头上的铁链 散发着耀眼的蓝光 天魔神功 第二是 猛虎乱舞 拳头如篮球般疯狂暴扣 锁过之处 催哭拉朽 不仅如此 在灵再在地上召唤出了击个 击个将一书的尖刺和尾巴缠住 在灵的蓄意轰拳 毫无阻挡地击中了一书 一拳之威 鸡毛乱飞 这样应该可以压制住对方了吧 突然一书的胸前 散发出一股耀眼的光芒 红光仅是一闪 一书就闪电到了在灵面前 在灵发动分析技能 呵 耐久88% 完全摧毁才能压制女王 好家伙 战斗才刚刚开始 一书一记鞭腿踢向在灵 通过预判技能 在灵看到自己已被踢成了渣渣灰 他小心翼翼地进行格挡 突然一书施展出一招 大开大合的腿法 不用说 这饺子皮绝对开了 鞭腿膝下 一书脸上轻轻爆起 但腿并未伤及在灵 关键时刻 他用木质剑筑将其缠住 抓住对方的小腿 在灵奋力一甩 这一下摔得一书七昏八素 饺子内的汁水也流了出来 缠绕着铁链的拳头再次袭来 但这一次 一书一个闪现便从拳下躲开 一个用拳 一个用爪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每一次冲撞都如抽颂般啪啪作响 听着外面的声音 营地内的朴大风一脸紧张 孙女是他唯一的亲人 更是他的心头肉 朴大风眉头紧皱 心里默念天魔神功第八章心法 为了救出孙女 这一次 哪怕付出生命他在所不辞 天魔神功第八世 以性命为代价 激发肉身全部潜能 一旦施展威力巨大 且不讲武德 抱着必死的决心 朴大风发动第八世冲杀上 还在和在灵交战的医书猝不及防 被其踢中了二笔 咔嚓一声 胸口的紫盒出现了道道猎王 朴大风妖马合一 出力在宰灵面前 小子 看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天魔神功 猛虎虚影相互交错 宰灵目不转睛盯着对方 正在观看完美示范 理解度100% 天魔神功第二章开启 朴大风急速冲向一书 在躲过利爪攻击的同时 蓄意轰拳猛然打出 一书整个身子倒飞出去 但紧接着他又发动 利磁包围普大合 朴大风虹目欲裂 懊恼万分 他看都没看周围的利磁 直接一个旱地拔通冲向反抗 同样是一招大开大合的颓法 一书危机大作 施展法顿防御 颠腿踢在上面 一书如炮弹般射向地面 法顿也出现了倒倒裂痕 不带船口粗气 普大风从天而降 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下 咔嚓一声 法顿碎裂 普大风的拳头直逼一书面门而去 一书用利刺格挡 但朴大风直接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 将力量灌入天灵盖 朴大风选择头球破门 硬邦邦的脑门撞击在坚硬的河上 直接撞出了一道裂痕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一书被这一头击倒得十分狼狈 他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眼 往缓抬起了右手 刷的一声 地面突然冒出一张大嘴 锯口将朴大风笼罩 挡住我去路的人都该去死 普大风孤注一掷 拳头猛握 重重地轰击在对方的扁桃体上 一拳打碎巨嘴 但在这时 一书已临近头顶 朴大风猝不及防 被一脚踢飞出去 一书紧跟其后 疯狂地对着爷爷输出 在灵焦急地上前干扰将其救下 但一书此时的速度更快 力量更大 普大风被一拳放倒 在灵也被踢飞出去 一把将自己的爷爷踢起来 一书的力刺化为了大连道 或许是感受到了死亡 朴大风想最后一次 抚摸一下自己的孙女 但就是这一摸 让一书封存的记忆出现了裂痕 他头疼欲裂 几乎陷入癫狂 朴大风抓住机会暗暗序列 不顾孙女的进攻 他一掌拍向对方的核实 这一掌几乎倾注了 普大风所有的活力与力量 一掌过后 核实劣迹斑斑 普大风奄奄一息 载灵 接下来交给你吧 收到指令的载灵冲杀上来 再补一拳 咔嚓一声核实碎裂 任务完成 羽王已被压制 在看到这条提示后 载灵再也坚持不住 过度使用技能造成的虚托 让他昏迷了过去 但在闭眼之前 他看见朴大风 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 男人睡了一个月 醒来发现自己 获得了合成技能的特殊能力 在成功压制丧尸女王后 再灵昏迷了一个月 就连倒尿管 都是崔洛伊用嘴帮忙安装上的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营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曾经的小房子 居然演变成了一座小镇 崔洛伊将医生带来 为其施展治愈 一番友好的交流 再灵拿到了对方的技能 这时崔洛伊向载灵警示 这段时间 他们收容了很多人类 同时还觉醒了几名专家 之前载灵解决掉紫色区域 有很多红魔石没来的集结 被巡逻的黄毛发现了 说话间 崔洛伊带着载灵来到了 普大风和医书的病房 两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朴大风全身脊椎断裂 就算醒来也是个半惨了 而他的孙女虽然身体没有问题 但就是一直昏迷不醒 崔洛伊使用精神安抚 将载灵带入了医书的内心世界 他告诉在灵 之前他就通过技能来过准 只是眼前的黑色球 他始终无法打 在灵发动分析技能发现 这是医书充满绝望的意识防护墙 在灵尝试用精神安抚 和恐怖技能融合 临时生成出威压技能 他将威压施展到防护墙上 雷霆之力布满球体 仅是2.5秒就出现了一个 可以通过人的裂痕 在灵让崔洛伊在外面等他 自己则钻进了小缝 医书的内心世界充满了丧尸 而这些丧尸全都是他的弟子所变 甚至还有自己的爷爷 这些人成为了他的心理阴影 在灵进入后 通过分析技能发现了这些问题 配合着精神安抚 在灵成功帮助对方克服了心理阴影 医书的意识被救回来了 与此同时 他的爷爷也看广告复活了 一切回到正轨 在灵看着一片惺惺向荣的社区 不由的好奇崔洛伊几人是如何做到的 崔洛伊向他解释 他们发现魔石可以强化物品 捡回来的很多魔石都用在了建筑上 而社区里的发电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听到这里 在灵决定去看一下 并表示回来的时候多带一些魔石 就在在灵刚刚站起身 医书的声音传了过来 在灵哥哥 带上我一起吧 我可是很擅长给丧尸抱头的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带着医书去打小丧尸 在灵根本无需出手 作为天魔神功第24代传人 医书的动作大开大合 修长的大腿每一次抽送都带来无尽的汁水 只是片刻 丧尸小嘎嘎就化为了亮闪闪的红魔石 收好战利品 两人一路前进 突然墙壁上的字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梦想乐园盾牌 请去南边寻找盾牌的基地吧 这波剧情简直和行尸走肉如出一辙 关于盾牌这个组织 载灵在梦境里可是了解过无数组 一开始这个组织的确是正面的 国民演员李向哲靠着本地名气聚集了很多人 他们反抗丧尸保护评语 但随着队伍壮大 人性就开始扭曲 盾牌组织有阶级 没有觉醒能力的人类沦为奴隶 失去价值的更是被送进实验室进行丧尸病毒研究 比起丧尸 这群人更加可恶 看着墙壁上的字 载灵的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他将对方的恶行告诉医书后决定去那里看一看 在清理了一波丧尸后 载灵手里的红魔石也多了起来 他尝试对摩托车进行升级 结果摩托直接升了一级 同时还获得了隐身的能力 两人发动隐身效果直接进入了盾牌的根据地 来到这里 载灵发现 盾牌的宣传部长金亨熙正在发表演讲 动员人们加入他们 载灵发动分析技能 金亨熙 提取人类魔石者 混合生命体 载灵心里一阵疑惑 混合生命体还是头一次见 看来这里面的猫腻不止一点 载灵决定先混入其中收集一些情报 画面一转来到一片森林 盾牌的武装部队正在此地与丧尸激动 可惜实力不行 就在他们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 载灵和一书出现了 两人以雷霆之势将其救下 并表示他们是看到了墙上的自裁者 另一边 金亨熙在得到消息后 决定去见一见两人 从手下口中得知 载灵和一书是实力很强的觉醒者 金亨熙想要将其拉拢过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投奔他的可不是什么战将 而是挥舞着镰刀的死神 我只想说 在座的都是弟弟 载灵见到了金亨熙 希望能够加入盾牌组织 金亨熙也没有拒绝 表示可以让他加入自卫一队 但在零摇头拒绝 他表示加入盾牌是想去保护平民 并不是为了加入盾牌的高层 金亨熙表示他可以安排他去三队 那里全都是觉醒者 谁料一书直言表示 其他的觉醒者他们看不上 他们不想和别人组队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金亨熙身后 两名小嘎嘎 愤怒 从未见过如此猖狂的女人 两人刚想发作 但金亨熙一个眼神就制止了两人 表面上他答应了再林的要求 让他们两人成立特别组 但背地里 他又安排其他两队的觉醒者 去教训一下两人 然而他选错了对象 两人刚刚来到操场 两个小嘎嘎就带着小弟围了上来 一书一脸笑意 各位哥哥别紧张 刚才是我说错话了 小嘎嘎一脸轻蔑 这么快就认识了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对付你 我一个人就够了 此话一出顿时引来公愤 小嘎嘎们蜂拥而上 势必要给一书一个教训 然而不出2.5秒 小嘎嘎们就被一书打成了猪头 两个自卫队队长还想上前 但就在这时 金亨熙出现了 他呵斥手下 并十分虚情假意地向再林两人道歉 表示自己没有管理好下属 希望两人不要介意 载林心中一阵冷笑 也没有和他计较 这段插曲就这样过去了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过得十分平静 一书负责教导平民基本武功 载林则负责后勤给大家做饭 不出一周的时间 两人已完全融入到了这里 不仅如此 载林还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学到了魔法少女技能 两人的举动让金亨熙嗤之以敌 什么年代了 还跑到这里来当圣母 正好现在火力发电站没有功夫 不如让这两人去试一试 他找来两人 将火力发电站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提醒他们 自己已经折损了好几支侦察部队了 载林心中一阵冷笑 呵呵 鱼儿总算咬勾了 没有眼的丧尸不奇怪 但是会放电的丧尸你见过吗 话说金亨熙在提出 让两人前往发电站时 载林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骑着摩托一路来到发电站 刚进门就发现了一群 没有眼睛的白色丧尸 载林大变一挥上前迎敌 但下一秒丧尸进口吐金雷 喷射而出 载林心头一颤 赶忙收鞭 居然会用电 难道是在发电站变异了 雷电顺着铁链席向载林 苏麻的感觉涌变全身 丧尸再次扑了过来 一书见状上前帮忙 他挡在载林身前 双手撑起一个防护掌 但是仅撑了不到2.5秒 雷电就将他电倒 满是獠牙的大嘴扑向载林 其中更是夹杂着惊雷之力 载林抱贺一声 硬接下对方的一击 可恶 难道只能用那个技能了吗 看着倒地不起的医书 载林下定决心 他单腿矗立 双手托天 巴拉拉能量 变身 三只丧尸一脸猛逼 只见载林的头上 冒出一道粉红色的光芒 以启用魔法少女 变身时 敌人陷入混乱状态 一个新型的能量棒从天而降 看得丧尸直呼握槽 载林感觉有些射死 这变身他喵得怎么这么长时间了 能量棒握在手中 载林焦急地大喊 消失把恶魔 一起用电击抵抗力 丧尸还没反应过来 载林抄起能量棒就是嘎嘎乱砸 一叔的三观已被眼前的一幕给震碎了 有了能量棒 载林无惧为电 没一会功夫 三只小嘎嘎就被爆头 一叔有些难以置信 载林哥 你刚才在干嘛 载林一脸认真 那是变身 你还年轻 你不懂 每个觉醒者都会变身的 不幸你也试一试 一叔半信半疑 但看着载林的眼神不想作假 他试着模仿载林的动作开启变身 然而 载林笑出了猪叫 一叔这才反应过来对方是在戏耍自己 眼看一叔就要发飙 载林赶紧给对方施加抗威电属性 他向对方解释 自己获取了魔法少女技能 除了变身状态有些变态 每次都能随即给一个版 说话间 载林拿出了自制饮料递给一叔 要是喝下这东西可以增加版 一叔喝了一口 持酒力和集中力立马上升了10% 他询问载林这里面都是加了什么 载林黑黑一笑 没什么 就是加了一些我自己的蛋白质 就在两人说说笑笑往走向深处的时候 一个巨型的白色丧尸正悄悄盯着两人 一个连指鹰都超过两米半的巨人丧尸该如何攻击 看到如此巨物 载林铁链在手 做出战斗姿态 但对方却率先下嘴 金色的雷霆之力化为粗壮的激光摄像 载林不慌不忙 发动木质箭矩 但仅是一瞬 木质挡板就被雷霆击碎 金光弥漫全身 两人免费做了个沙马特发型 巨大的丧尸张牙舞爪的朝两人飞奔而来 双手紧握 雷霆刺射 巨手猛然袭下 两人汗地拔葱 一练在手 天下我有 再琳的铁链裹挟着青龙之焰锁住丧尸喉咙 小嘎嘎的惨叫还没发出 一书已飞身至前 新年吃饺子 提开之不留 一记鞭腿抽送出去 再琳手上猛然发力 惯性之下 巨型丧尸倒了下去 而地面早已被再琳固置满了带刺的木质建筑 丧尸被插了个头心凉 发出阵阵哀吼 此番动静引来了更多的丧尸小嘎嘎 很明显 大家都是来送火的 青色火焰附着在铁链之上 所过之处 肉香扑鼻 见小嘎嘎不须自己出手 一书大开大盒施展饺子 开线腿猛然劈向巨型丧尸 盾牌组织失去了三支侦察队的发电站 就这样被两人轻松解决 此时 不远处的山头上 一个小嘎嘎正用望远镜看着这一切 若非亲眼所见 他是绝不相信他们可以干掉那头怪物 他将消息传了回去 金亨熙一脸兴奋 有了这两个人的助力 看来自己成为二当家不再是梦 负责侦察的小嘎嘎完成任务准备回去 但背包还没收拾完毕 宰灵和医书就找到了他 不等对方开口 宰灵笑嘻嘻地说道 别紧张小兄弟 我只是过来问一下你吃饭了没有 另一边 金亨熙又收到一条消息 那就是派出攻略医院的那组队员 突然失去了信号 直到过去很久 一组那边才传来信号 对方表示自己出了点意外 希望总不能派出更多的觉醒者支援 金亨熙当即表示会派出支援子 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发出信号的一号组长 此时已被丧尸占据了身体 加智力的丧尸究竟有多可怕 盾牌自卫一队全军覆没 就连实力最强的组长也被丧尸占据了身体 金亨熙并不知道他收到的消息是丧尸发来的 后过对讲机 他立马召集觉醒者展开营救 正在请小嘎嘎吃蛋炒饭的 宰灵两人也听到了对讲机里的消息 在简单的了解事情经过后 两人决定前往医院查看 来到医院门前 宰灵向小嘎嘎要来对讲机连线金亨熙 他感觉此时十分蹊跷 盾牌营地的觉醒者加起来 还不如一组实力的十分之一 那么对方为什么会让觉醒者来支援 他怀疑是丧尸控制了组长 向金亨熙发出的假消息 金亨熙镇静无比 虽然宰灵的分析很有道 可是拥有智力的丧尸 简直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宰灵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世界之大无器不有 指鹰都能变成鸡 何况是知晓丧尸 但不管怎么说 既然来了 宰灵决定先去看一看 来到医院内部 宰灵递给一叔一枚黄色魔石 这次行动危险性极大 他觉得有必要让对方升级一下自身能力 一叔也没有客气 直接使用了黄色魔石 两人一路横推 轻松解决拦路的丧尸 来到一号组长发出信号的地点 施压一声 房门被打开 两人小心翼翼地往里看去 房间内传来了一号组长的呼救声 再灵一脸警惕 别分心 这是陷阱 一叔十分好奇对方是如何听出来的 载灵向他解释 一般人如果不想被怪物干掉 是绝对不会发出这么响亮的求救声的 青龙火焰附着在铁链之上 载灵走在前面用铁链照明 一叔提议 为什么不直接将这座楼炸掉 载灵一脸冷汗 还是这娘妈狠啊 虽然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载灵有个更好的办法 推开一扇门 载灵发现了其中的黑翼 她没有继续往前走 而是荆棘独立大喝一声 巴拉拉变身 以启动魔法少女 敌人陷入混乱 趁着这个间隙 载灵抓住能量棒 请赋予我一然物 即将发动 石油冲击 黑色的石油从能量棒内喷射而出 丧尸小嘎嘎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其包裹 与此同时 载灵手中的铁链释放青龙火焰 石油瞬间被点着 小嘎嘎们葬身火焰 其中有生命顽强者欲要冲向载灵 载灵单手举起 木质箭筑发动 粗壮的树干直接将出口封住 载灵一脸惬意 嘿嘿 欢迎来到我的火炉 这个男人太狗了 竟把丧尸关起来用大火口 两只生命比较顽强的小丧尸 都忍不住叫骂起来 他们疯狂地敲打着木墙 载灵使用融合技能生成威压 为医书加持Buff 就在这时 木墙被几眼的两只小丧尸给打破 他们骂骂咧咧地寻找载灵身影 可找到的只有无尽的威压 再琳两人冲杀上来 啪 一个右边腿 啪 一个连五边 点到为止全打晕 就在这时 丧尸头上的触手开始 两只小丧尸的尸体 正慢慢地往房间里拖去 医书见状 以手为刃猛踢一掌 将其切断 待到火势消散 两人走入房间 除了一股烤肉的味道 他们还发现了一枚黄色魔石 再琳不客气地将魔石收入背包 他提醒医书 像这种加之力收的丧尸以后会越来越多 所以出门一定得带脑 回到盾牌基地 两人将事情汇报给了金亨熙 对方走后 医书有些好奇 他感觉金亨熙对他们的态度 突然变得客气起来 仔灵笑着向他解释 金亨熙手下一共也就只有两组自卫队 如今被灭了一队 他肯定急着想要填补战斗力的控制 所以讨好两人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 仔灵相信还会积极向上 击反应两人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十分自然地进入盾牌组 果不其然 仔灵才刚刚和医书分析完 对方就掉头回来了 和仔灵分析的一样 金亨熙先是客套了几句 随即表示要带两人前往总部面见总司令 仔灵询问了一下 出发时间便答应下来 离开了办公室 仔灵在心里暗自盘算 马上就能见到盾牌的负责人了 在这之前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手上的魔石差不多可以强化一次技能了 仔灵直接选择了升级 一级传授技能变为了D级 与此同时 他的骨骼也得到了强化 系统发来提示 现在可以通过做任务提高 以被传授的技术等 仔灵看向医书 他是拥有天魔神功的专家 要接受他的任务吗 仔灵心神一颤 任务那岂不是可以节省大量的模式 选择接受 医书对你的战斗非常感兴趣 请徒手让他感到满意 补偿天魔神功地级开放 仔灵咧嘴一笑 嘿嘿 医书 今天就让我用双手把你送上云颠吧 只要能把对方伺候舒服了 自己的技能就能提升一级 仔灵刚提出要和医书 赤手空拳玩一把 对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下巴 鞭腿打在手背上 仔灵刚想掏它 医书立马收腿 仔灵还未来得及发起二波攻势 医书和地拔葱 打开大河 看嘛 今天让你看个够 这一招饺子开皮深渊凝视 让仔灵心神澎湃 他喵的 为什么要穿瑜伽裤 仔灵双臂格挡 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勒痕 医书借力打力 身形急速扭动 同样的腿法 不同的角度 但勒痕已不见 看来花瓣已完全盛开 仔灵目不转睛 不管了 先捅进去再说 铁拳猛然袭去 医书危机大作 立马调转身体与其拉开距离 好险 差点就进去了 仔灵再次袭来 但这次两人开始了正经的切磋 医书以掌对拳 动作扑朔迷离 但仔灵早已在窥视上流社会的下流行为重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医书的双手被抓住 身体猛地被拉扯过去 仔灵黑黑一笑 这动作他太熟了 医书不甘背情 一招段子绝孙腿猛然袭向铁蛋 危机时刻 仔灵双腿紧闭 将其夹住 医书 你疯了吗 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的二哥 医书小嘴一歪 哼 我又不是故意的 算了 这次算我输了 这次的比试虽然只提高了20%的满意度 但仔灵可不想继续玩下去了 忙完了这些 仔灵带着医书去见了一个小女孩 她叫一灵 仔灵也能有一些自保能力 她把红魔石当作礼物送给易灵 并告诉她觉醒的方法 易灵觉醒成为魔法少女 而且能力比仔灵还要强 她可以同时拥有四个魔法技能 不仅如此 她还能召唤魔像 并为其增加状态 魔像的战力不低 普通的巨人丧尸完全可以解决 看到对方有如此实力 仔灵也彻底放心下来 而接下来 就该去会一会盾牌的统治者李尚哲 一个演员居然是地级人类 还拥有统治者的能力 在见到李尚哲的时候 仔灵也是感到一阵惊讶 怪不得她那么疯狂的扩张领域 一定是和这个统治者技能有关 看来自己又要多一个牛逼技能了 对于仔灵和医书的到访 李尚哲展现得十分热情 毕竟强者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尊敬的 同时为了嘉奖两人 李尚哲还赠送了仔灵一整箱的红魔石 而金亨熙作为她的上司 也提拔成了总观 仔灵计划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接下来只要慢慢靠近李尚哲 学会她的技能后 就可以将盾牌组织一举导火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坏消息传来过来 就在在灵他们离开盾牌基地部 一头巨蟒丧尸朝那里发起了进攻 在灵担心易玲有威胁 立马让金亨熙为她找来一辆摩托 与此同时 基地内的自卫队正严阵以待迎接失朝大军 自卫一队的覆灭 让村子的防守变得十分薄弱 二队队长心里也是没有把握 作为村子的一份子 逸琳也想和在灵他们一样保护大家 她找到队长 表示自己也是觉醒者 希望能共同守护村子 队长一脸猛逼 你一个小孩给老子添什么毒啊 可不等她将逸琳赶走 失朝就爆发了 小嘎嘎们来势汹汹 光是巨蟒就有五只 卫兵们疯狂射击 但并没什么卵用 就在这时 逸琳变身了 她召唤出魔像与丧尸厮杀起来 这番举动让所有人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 然而丧尸数量实在太多 逸琳的力量十分有限 不多是魔像就被击碎 眼看巨蟒就要将逸琳吞入腹中 宰灵和一书及时赶到 安抚了一下逸琳 两人迎上巨蟒丧尸 而就在这时 五条巨蟒相互缠绕 丧尸再次发生变异 五头合一成了一根大蜡条 一书双拳紧握 在灵大边乱舞 两人默契地冲杀上去 铁链上的青龙火焰被激活 龙手对蟒头 嘶吼声不绝于耳 一书空中翻转180度 全身的力量 从欧派流经小缝汇聚于小土 一书如蜻蜓点水落在蟒头之上 但脚底的力量 却是如千斤坠般让人惊叹 巨蟒被踏入地面 这一击彻底激怒了他 但在绝对实力面前 再大声地嘶吼也只能是无能狂怒 两人配合默契 铁链在头上爆扣 脚法在下盘猛踢 不多时 巨蟒就再一次被干翻在地 就在两人准备将其解决的时候 巨蟒的嘴里突然喷射出 无数的红色腐肉 腐肉粘在丧尸身上 立马让其变得狂躁 然而这只是巨蟒为了逃走 释放的最后手段 两人快速解决丧尸 朝着巨蟒追去 对于一个合格的猎人来说 盗嘴的奖励是绝对不能放的 一个玩车的居然打不过一个玩人的 61岁的郭斗巴是铁锤团的首领 他可对机车进行改造 让其变为汽车人 而李尚哲的统治力 可以将30个人的力量 凝聚到他一个人身上 对上身形庞大的汽车人 他仍有余力 就在在灵青里巨蟒丧尸的时候 铁锤团向盾牌总部发起了进攻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卫星村的丧尸危机才刚刚解决 众人又要立马赶回总部 对于铁锤团这个组织 宰灵在梦境中了解过 他们算不上好人也算不上恶人 只是形势狂妄 不把人命看在眼里 他们只保护自己同伴 其他人的死活一概补 在灵赶回去的时候 李尚哲和郭斗八正在激战 在灵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战决 郭斗八被擒 而李尚哲也对在灵发出了好感 这让在灵直接获得了统治技能 在灵仔细查看介绍面板发现 不仅是人 魔像和生命力也可以增强自身力量 拿到了这个技能 盾牌组织就没有留下去的必要 不过在这之前 在灵还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拿到李尚哲的罪行 解救无辜的人类 在灵询问李尚哲和铁锤团有什么矛盾 李尚哲告诉在灵 起初只是因为一小块地盘发生了争执 最后发生了人命 导致矛盾激化 在灵询问他想怎么处理这些人 李尚哲表示如果不愿意归顺 他将会对他们实施急行 在灵感到有些可惜 毕竟每一个觉醒者都是有价值 他表示自己想试一试说服对方 如果三天时间没有成功 到时候要杀药把他不会干预 李尚哲一脸不幸地看着他 郭斗巴的脾气他可是太了解了 不过三天时间不长 他就答应了在灵 从总部离开 在灵带着医书钻进了小树林 在说服对方之前 他想先试一试统治技能的威力 第一次使用 他是吸收了十个人的力量 但仅是这样 在灵就感觉有些吃不消 因为这个技能耗费的蓝量实在太多了 他不由的好奇李尚哲是如何做的 如果他能使用十个人的力量 那么对方肯定会更多 看来在灭掉对方之前 要先搞清李尚哲身上的秘密 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香肠嘴女孩 居然是一个契约天才 她是郭斗巴的孙女 也是一个还没有觉醒技能的觉醒者 想要说服郭斗巴 她的孙女必不可少 当然在灵并不是要去绑架她 而是要利用她的技能 利用摩托车的隐身能力 在灵两人进入了铁锤团的基地 她找到郭斗巴的孙女郭书林 将她爷爷的事情说了一遍 并递给她一个红魔石 郭书林半信半疑的结果 一道红色光芒将她包裹 持有技能 中介已生成 在灵一脸兴奋地询问对方拿到了什么能力 郭书林有些猛圈 她告诉仔灵 好像是可以制定契约内容之类的 说着她朝着在灵发动了中介技能 下一秒 两个相同的对话框出现在两人面前 合同内容 在灵没有欺骗郭书林 若是真言 郭书林为在灵工作一个月 若为假言 仔灵与同行人立马返回基地 第一次尝试发动技能 郭书林没把握好尺度 只设置了一些简单的惩罚 仔灵签订契约 在技能的判定下 她所说的话都为真言 而郭书林也要按照契约为其工作一个月 仔灵带着郭书林来到总部 看见自己的孙女被带进来 郭豆八以为对方要拿她当人质 仔灵表示带郭书林来这里是为了说服她 郭豆八还没说话 郭书林就弱弱地说道 爷爷 我也是一名觉醒者 这下把老爷子给整猛逼了 不等他开口 郭书林已发动了技能 从现在开始三十分钟内 仔灵对郭豆八只能说真话 说谎时 仔灵会打两次哈欠 郭豆八探清契约内容变迁了下来 她有些搞不清仔灵的意图 仔灵趴在她的耳边悄悄说道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都是摧毁盾牌 文听此言 郭豆八满脸震惊 可是对方并没有打哈欠 这就说明仔灵的话是真的 她询问仔灵理由是什么 仔灵没和她解释 只是问她答不答应 可即便这样 郭豆八还是不相信仔灵能干掉李尚泽 因为她亲眼见识过对方使用一本人力 那种力量根本不是一般人可以对付 当初她也是折损了众多手下才掏出来 而且她相信李尚泽的实力绝对不止这些 仔灵微微一笑 没事的 因为我知道未来 一语出 众人惊 在契约效果下 仔灵是不可能撒谎的 她一脸认真地看着郭豆八 老人家 别质疑我 就像你感觉李尚泽很强一样 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强 沉默片刻 郭豆八突然放声狂笑 我记住你的年轻人 没想到我竟然有了新的伙伴 系统提示 两位专家对你的好感达到一定数值 你可以获取他们的技能 仔灵的嘴角逐渐上桥 嘿嘿 今天可真是大丰收啊 这个老头太疯狂了 竟然利用止音的排泄物 创造人类丧失混合体 在说服了郭豆八这头降临后 李尚泽对仔灵的能力刮目相看 他决定将自己的新人类项目告诉他 两人约定三天后一同前往实验室 在这期间 仔灵花费了两天 伴让一书的满意度达到100% 天魔神宫也晋级为地级技能 转眼间到了约定的日子 仔灵跟着李尚泽来到一处秘密地下室 尽管他心里有所准备 但还是让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住 实验室的两旁密密麻麻装着丧尸和人体器官 而且他还在这里看到了他前世的仇人 疯狂的科学家朱汉哲 他是这家研究所的所长 丧尸改造计划就是出自他的手柄 在相互介绍之后 朱汉哲展示了他完成的一件作品 两具血红的变种人 在灵发动分析技能 变种人类 混合生命体 李尚泽表示他们是自己的结拜兄弟 都是自愿参加这个项目 仔灵十分好奇他是怎么做的 朱汉哲带着他们来到另一个房间 他向在灵展示他们抓住的一根神物 李尚泽将它成为人类的希望 指引在灵发动分析 发现对方的种类是一串乱马 而且还只是一个细胞 好家伙 这该不是探极生物的积分子吧 这时朱汉哲上前表示 只应该吃饭了 不如和大家展示一下 随着按钮按下 房间内的地板竟出现了一个裹体 他的手和嘴全被封住 浑身瑟瑟发抖 指引上前嗅了两下 便张开了满是獠牙的大嘴 一口将其吞下 指引舒爽地打了个宝罗 随后他在口中吐出一枚金色的珠子 朱汉哲表示 这是生命之石 人类吃下去会变得比丧尸还要强 载灵感到一阵恶心 这群人就没个会分析技能的吗 这可是指引拉的排泄物啊 载灵抢忍着不是 夸赞他们的计划伟大 没想到这一句 直接赢得了朱汉哲的好感 让他获取了对方的能力 载灵也没想到 居然还有意外之心 他默不作声地将技能拿到手 然后询问李尚哲 这枚珠子有没有副作用 李尚哲表示完全没事 他自己也在吃 同时他还送给了载灵一枚 看着这枚堪比三花淡奶的珠子 载灵渐渐起了杀心 绝对不能让这两个变态 继续疯狂下去 他将手放在身后 给医书发出暗号 李尚哲走到实验汤前 他准备要向再灵 展示一下新人类的力量 当门打开 两个血色混种人坐了起来 不像其他丧尸一样 他们有清晰的意识 同时他们还十分感谢 李尚哲给他们进化的机会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声感谢将会成为 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一起用青燕龙 一起用音响学 一起用恐怖 一起用统治 使用识人力 好家伙啊 偷袭一个老头 再灵这次可算是下了血本 李尚哲回个头的功夫 就让再灵给抱了头 这下直接把众人给看傻了 但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医书的手刀 就已划过了朱汉哲的脖子 仅是2.5秒 两个人就领了盒饭 再灵发动威压技能 两个混主人立马中招 而医书的手 也按在了他们的头上 咔嚓一声 两人也记了 再灵这一趟 不仅解决了盾牌的关键事故 还让医书将这里的事情 录了下来留作证据 就在两人准备解决 那根止音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只见李尚哲慢慢站了起来 头颅也开始逐渐复原 没想到啊 在灵里居然会被判我 仔灵也是一阵惊讶 到头也能复活 这家伙还真是个狠 不够无所谓了 大不了再杀一次 铁链耍得呼呼作响 配合着预知技能 铁链再次爆扣在李尚哲头上 李尚哲的身体还未落地 医书的鞭腿就已经等过多时 一腿踢中腰子 医书快速抽送一脚 李尚哲倒飞出去 再灵的铁链再次抽了过来 一套小帘招下来 李尚哲被打得狼狈不堪 腐肉在他身上蠕动 修复着他那破败不堪的躯体 我要让你们极其痛苦地离开 二百人力 发动 暴虐的能量肆意宣泄 李尚哲变突了 也变强了 他的手杀目标是踢他的医书 一拳打在欧派上 医书发出痛苦的哀嚎 再灵还未上前 李尚哲便掉转矛头 乱拳挥向了自己 拳头打在再灵身上 二百人力的加持 他根本没法出手反击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异响 紧接着出现了数名卫队士兵 原来是他们收到警报 以为首领出事 李尚哲看到他们 仿佛看到了人头便当 嘴角兜裂到老人 不出意外 小嘎嘎们瞬间被免 吞下一根人手 李尚哲仿佛吃掉了能量棒 浑身肌肉暴涨 宛如巨石强森 他冲入人群嘎嘎乱杀 再灵看着眼前的荧幕 心里一阵打汗 他打开技能栏 如今只剩下技能合成 这个特殊能力没用 他尝试发动 系统提示 根据自己的意志 可挑选两种技能合成 使用技能合成 可通过模式强化结果 是否确定强化 再灵果断点头 合成生命分析和生命工程 以通过模式大幅度 强化合成技能 临时特殊技能模仿体已生成 模仿体 分析对方身体 模仿其优势 以启用模仿体 分析对象李尚者 以分析11% 你的身体已被强化 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感 涌变全身 拥有材料时可加快分析素 看着地上散落的碎肉 仔灵一阵疑惑 难道这些就是材料 该不是要吃下去吗 仔灵强忍着身体的剧痛 捡起一块 但紧接着碎肉就融化了 以收集对模仿体有帮助的材料 分析进度增加 仔灵艰难地爬着食取碎肉 而此时李尚哲也用餐完毕 他舔尸着手上的残渣 轻蔑地看着仔灵 嘿嘿 你在灵走前还有什么意愿吗 仔灵被对李尚哲慢慢站起身来 我想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 一拳之威恐怖如斯 开启了模仿者状态的仔灵 仅是一拳就让开启200人力的李尚哲 险些灰飞烟灭 李尚哲残破的身躯在缓慢修复 面对仔灵的嘲讽 他突然放生狂笑 刚才的一拳有点意思 你的确有放肆的自我 在仔灵震惊的目光中 李尚哲的半个身子开始膨胀 与之前的体型相迷 他就是一只没拿过篮球的鸡 砰的一声 李尚哲的半个身子炸 取而代之的是长着五只大眼睛的触手 模仿体身体发动巨大变化 开始分析 以分析13% 仔灵只想口吐芬芳 好不容易模仿到100% 这又要重来一次 仔灵还在承受身体变化带来的痛苦 李尚哲已经慢慢朝他逼近 他肆意的狂笑仿佛一头拿到篮球的鸡 一念之间他便冲至再灵身前 一拳打在再灵身上 不等他身体做出粉 李尚哲便闪现到了他的身后 双手抱拳猛垂下来 再灵的腰间盘被击中 一口老血从嘴里喷了出来 一脚将再灵踢翻过来 李尚哲的拳头如雨点般落下 碗尸触手的肢体缠住再灵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 嘿嘿 我会慢慢地折磨你到断气 就在这时 医书醒来了 看到自己哥哥被人拿捏 二话不说 踢腿冲了上来 李尚哲被踢中头皮 他扭头看去 一个邪恶的想法悠然而生 他将载灵丢了出去 看向对面的医书 嘿嘿 小妹妹 你准备好了吗 刷的一声 李尚哲的身形消失 带到医书看清 对方已逼至身前 但他不紧不慢 双手打出一个太极图案 以柔克刚 以劲制动 中国武术 我打精神 李尚哲的拳头被医书用太极化解 李尚哲一脸猛逼地挨上一掌 突然他咧嘴一笑 背后的触手化为 尖刺席向医书 医书摆出叶问敦 从容不迫与其拉扯 远处地在林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中国功夫 这个少女正在施展中国的太极功夫 拥有五百人力的李尚哲 被他一整鸡腿 再林在一旁已经看待了 自己都打不过的混血丧尸 居然被医书揍得乱肉红飞 他不甘示弱 捡起地上的碎肉开始吸收 强烈的疼痛感深入骨髓 再林忍不住地大叫起来 另一边 医书还在用中华武术语气拉扯 尽管他每次攻击都能站进上风 但李尚哲的恢复速度 远超他的攻击频率 腐肉在他身上蠕动修复着他的躯体 可医书的消耗的体力却没法补充 最后一处伤势即将融合 李尚哲发出节级的笑声 刷的一声 他只听到耳边传来一声音棒 正在融合的身体瞬间没了半条手臂 只见再林五指并弩 一手为刃快速切断了李尚哲的二手 没有一丝犹豫 再林直接选择了吸收 以收集对魔防体十分有帮助的材料 身体将被迅速强化 暴虐的力量涌遍全身 再林强忍疼痛急速转身 李尚哲还没回过神来 就迎上了载灵的乱拳 拳头如雨水般密集 李尚哲只能被动招架 突然背后传来一股进风 一书一记与将军飞踹踢在腰子上 前后夹击让他猝不及防 再林将力量汇聚于右拳之上 一拳将其打飞 再林再次提速追击上前 左手一探将其抓住 这一次换做成了再林提着李尚哲 他没有太多废话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毁灭吧 下一秒手掌上的力量暴走 强烈的窒息感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仅是2.5秒 李尚哲就搭了 他像是条死狗一样被再林丢在地上 一书上前询问对方量了没有 再林死死盯着对方 并没有 因为系统弹窗没有提示 他伸出左脚 在李尚哲的脑门上用力一探 血水夹杂着碎肉溅了一地 传授者李尚哲已死了 统治技能不会被收回 现在总算是断气了 这使李尚哲的身体散发出点点红光 以完美分析模仿体强壮的身体 分析100% 你的身体将进行净化 载林心头一惊 净化 我该不是要变成丧尸吧 同样是一根带毛的棍状物 在韩国他们将它称之为神物 而在我们中国 它只能就做指引 在林在干掉李尚哲后 准备去会议之音 结果发现对方先一步逃走了 不过这一趟也不是没有收获 在干掉李尚哲之后 在林的模仿体达到了100% 让他获得了超级恢复的能力 任何伤势 不出2.5秒就能恢复如初 做完这些 在林准备去解决指引 结果发现对方已经逃走 两人决定前去追击 进入下水道 两人只走了一会 整个隧道就出现了摊打 两人见状只好作罢 重新回到实验室 两人决定先离开这 回去的途中 在林发现一处墙壁有问题 邦邦两拳下去 竟发现这里是李尚哲的小金虎 这波可算是赚妈了 在林不客气地将其收入背包 还十分大方地给了医书一些红魔石 离开了秘密基地 在林在小树林里约见金亨熙 不明真相的金亨熙 还以为在林得到了提马 结果一盆凉水就泼了下来 在林笑盈盈地告诉他 想活命就得沉浮于他 金亨熙这个软骨头 不出意外地答应 不过在林可不信他那张嘴 他向对方施展了契约技能 金亨熙成为崽玲的手下 将永远不得背叛 一旦违背约定 金亨熙将会被消灭 金亨熙为了活命只能签下契约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崽玲给他下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背锅 他将一书录像的那个手机交给对方 表示接下来由他揭露李尚哲的罪行 金亨熙没有让他失望 他向众人解释了前因后果 并将崽玲塑造成了一个英雄 崽玲向大家解释 李尚哲的时代已经结束 想要离开的可以加入他的营地 他的基地有十多位觉醒者守护 十分的安全 说话间郭斗巴带着他的汽车军团赶到了现场 崽玲表示 如果想加入 可以跟着汽车团走 小嘎嘎们欢呼雀跃 毕竟这个年头他们可不会算计谁的实力强 谁能带他们活命 谁就是自己的爷 但崽玲和他们不同 在确定众人要跟着自己离开时 系统发来了提示 你的视力已大幅度增长 可使用人力320 崽玲咧嘴一笑 嘿嘿 才320 这也太轻松了吧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一个树梢上 一名神秘男子正在盯着盾牌总部发生的遗弃 此人名叫韩元旭 是棒子国情报处第三步 他看着崽玲的身影喃喃说道 李尚哲被处理掉了 看来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灭掉盾牌组织可谓是大丰收 除了自身奖励之外 崽玲还收服了铁锤团的一帮将女 带着众人回到自己的营地 在灵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住 离家不到两个半月 基地扩张了不止一倍 就连门口的保安也是训练有素 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这段时间黄毛会用乌鸦和自己通行 但真正见到基地的时候 在灵还是忍不住的惊开 这时崔洛依也赶了过来 他迫不及待地向在灵炫耀基地的电话 自从他们离开 基地增设了很多部门 保安部由朴大峰负责 他向众人传授天魔神功 尽管他已瘫痪了半个身体 但教教学员 训练训练弟子他还是很乐意的 侦察部由黄毛负责 传递情报的全是城镇的老鼠和其他小动物 除此之外还有建筑部 食堂以及医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另外他们还给在灵建造了一座没有知音的雕像 在灵当想土糟 保安部就跑过来汇报 表示有公务员要见他们的负责人 而且对方表示自己是情报局的 在灵还在诧异 对方就已经闯了进来 对方直言表示要和在灵谈谈一谈 在灵发动分析技能 韩元旭 一级人类 能看清千里之外 中立竟然是一个没有敌意的觉醒者 在灵把他请到房间内 询问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韩元旭表示 丧尸爆发以来 领导人的愚蠢与无能导致无数平民沦为丧尸 甚至还沉迷于伪宗教 这次来是向在灵寻求帮助的 在灵一脸疑惑 伪宗教又是什么鬼 韩元旭一脸认真的问道 那你听说过不灭教吗 此话一出 在灵心头狂颤 他万万没想到 领导人居然会和这个宗教勾结到一起 在他的记忆中 不灭教是一个崇尚丧尸的教会 那些反抗他们的人类会成为丧尸的食物 可谓是毫无人性 他询问对方 不灭教的教主是不是崔明浩 韩元旭点头表示没错 同时他还将手机递给在灵 上面有崔明浩的照片 看到对方的样貌 在灵也是一阵差异 这和自己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难道梦境里的事情发生了变化 韩元旭向他解释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 这个崔明浩具备可以控制丧尸的能力 而且很少露出真容 不灭教建立不到一个月就收服了一大片地盘 就连他的上司也要追随于他 最重要的是 不灭教会给教徒发放一种药物 让其失去理智 说着他拿出了一个瓶子地里在灵 看到此物 在灵也是心头一惊 这不是止音的排泄物吗 发动分析技能 这他瞄的居然是排泄物的液体 好家伙 现在的人都吃得这么花了吗 不过这件事一定和止音脱不了关系 不管如何 这一次都要去调查一番 末世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肯定是梁氏 在灵答应将来会帮助韩元旭 作为交换 对方给了他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 在北方的基地内 有一个和梁氏有关的觉醒者 他被部队的人给藏起来 而且这个部队以恶行闻名 在灵完全可以替天行道将他们灭掉 除此之外 他还赠送了一条情报 在荆棘道有一群痴迷战斗的人 在那里站了脚跟 他们形成联盟 把自己称之为游戏玩家 狩猎丧尸增强实力是他们唯一的追求 当然他们的实力也的确很强 其中拥有大力士称号的马哥就在那里 如果有兴趣 在灵可以试着去接触一下 对于韩元旭的两个情报 在灵十分满意 送走了一帮人 在灵让保安叫来的医书 不管如何 那名和梁氏有关的觉醒者一定要搞坏 临走前 他让情报部门先做了一份分析 和韩元旭说的一样 那个基地的军人的确已经死亡透了 三千的兵力和三个塔克营 看来这次又是一场大丰收啊 载灵只带着医书前往 在她的眼里 这些没有觉醒技能的普通军人 还不如一只丧失耐打 这武器现在对于载灵来说 就如同儿童水枪 很快他们就突破防线冲杀进去 部队的首领仗着自己有枪有炮 还想干掉载灵 只可惜他们选错了对象 子弹伤不到两人 就连他们引以为豪的坦克 也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 首领虽然被擒 但嘴依旧很硬 对于这种人 载灵向来都是直接给个痛快 眼看老大被杀 其他的小嘎嘎们也没了反抗的意图 纷纷举手投降 载灵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询问觉醒整项 众人支支吾吾地向载灵汇报 原来数月前 他们的部队已经断粮 无意中发现一个老农会种菜 便求他来帮忙 结果来了之后 首领把大部分粮食都藏了起来 不分给下面人 老农得知真相想要离开 却被首领下令囚禁了起来 载灵问清囚禁地点后 便去寻找那个老农 来到囚禁地 载灵眼前一亮 刮过蔬菜应有尽有 而且个头比平时吃的还要大 看到载灵 老农一脸好奇 载灵发动分析技能 林郑雄 F级人类 农夫 载灵一脸笑意走上前去 老人家 听说你在这里吃了不少苦 我是来救你 这里的首领已经被我杀掉了 说完载灵身后的两个小嘎嘎也出来作证 听到这里 林郑雄激动地丢掉了篮球大的西瓜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为我报了大仇 载灵的行为赢得了对方的好感 让他成功获取到了培养粮食技能 可以使用魔法加速植物生长 掌握了技能 接下来就该把对方请回基地了 他向对方表明意图 然而上一次林郑雄被骗的经历还历历在目 他可不想再被别人利用 载灵表示理解 他告诉对方 他可以先去拜访一次自己的营地 如果不喜欢随时可以离开 这句话和他喵得只蹭蹭不进去有什么区别 看来在林的基地又要多出一个农业部 将坦克和机车融合制造出地级战斗汽车人 在林这波直接赚马 在干掉了军事基地的首领后 在林不仅俘获了将近3000的士兵 还拿到了一大批坦克 他把锅斗巴叫来 坦克由他进行改造 而士兵则扩充到保安队 忙完这一切 众人回到营地 在看到惺惺向荣的社区后 林郑雄不出意外的意外留了下来 至此农业部也算是正式成立 林郑雄的能力十分适用于末世 它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 而且个头比一般的都要大 这种堪比海克斯科技的能力 生产队的驴来了都得流着泪走 营地的发展越来越好 在林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做人类联合 忙完这些 在林也该着手强化自己 虽然自己手头上还有不少模式 但还是要省用 强化技能先从观摩专家演示开始 他从荣春老人那里学习理论知识 让木制建筑升到了地级 从黄毛那里学习动物沟通能力 同样也将技能升到地级 除此之外 精神安抚 料理 音响学 以及魔法少女和医术统统升到了地级 一周的时间过去 在林的技能全部升到地级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三项特殊能力 一个是超快的恢复速度 另外两个就是宣布领域和技能合成 就在在林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 崔洛依告诉他 营地里又来了几名觉醒者 在林直接将魂吐出来 这他喵得还让不让人休闲 接过崔洛依的报告书 崔洛依也是一脸惊讶 铁匠 设计师还有盗墓者 前两个还能理解 最后一个究竟有什么能力 他一脸疑惑地看向崔洛依 崔洛依向他解释 目前他所知道的铁匠和设计师 分别可以制造武器和装备 而且F级的物品不需要模式就能批量制度 这对营地发展来说十分有用 但是那个盗墓者 目前就知道对方擅长逃敌 其他的一概不绝 不过崔洛却是有了一个想法 或许可以利用对方的能力创建一个地下基地 就在这时 侦察队送来一份报告 这是大都市纯川市的情报 崔洛依一脸疑惑地询问 崔洛是不是要准备攻略难 崔洛不置可否 想要夺回人类的土地 必须要拿下大都市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梦境中吃掉它99次的怪物 就在那座城市 崔洛终于将技能全部升到了地级 城市攻略战正式开启 人类联盟元老级的觉醒者齐聚一堂 共同商议如何拿下纯川这座城市 黄毛将最近的侦察结果拿出来 纯川市有五个地方存在幸存者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崔洛提醒戎村老人 要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随后他询问崔洛依其他准备的怎么样 崔洛依向他汇报 队员们的武器和防御服已提供完毕 第二天就可以出发 会议结束 营地新来的铁匠和服装设计师找到在梨 表示要为他打造一身专属装备 在梨将铁链地给铁匠 随后又跟着服装设计师去量了尺寸 第二天 两人就带着做好的装备找到了在梨 D级的制服套装 而且还带有三个D级技能效果 宰灵颇大意外 但更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 D加级爆炸的铁链 特殊能力大爆炸 好家伙 强行开挂最为致命 士兵们已经整装待发 在林阵壁一呼 众人朝着纯川市麦迪 铁锤团在最前面开路 一路横冲直撞 瞬间引起了城市内丧尸首领的注意 在纯川市边缘 在林的大部队停了下来 通过老鼠们发来的情报 丧尸大军已经出发 接下来就是正面硬钢了 在林一马当先 高举铁链发动大爆炸技能 炼环化为子弹爆射出去 丧尸小嘎嘎们瞬间被秒 首领丧尸看到这一幕 顿时怒火中烧 带领余下的丧尸冲杀上来 在林同样发动总攻命令 一场人类与丧尸的大战就此打响 在林首当其冲 套装效果瞬间发动 统治之力发挥最大效果 以启用700人力 这一次在林几乎将状态调整到了最佳 铁链裹挟着青龙之力席卷而至 一边祭出 神鬼祭灭 首领丧尸发出最后的悲鸣 在林头也没回收起铁链 因为他很清楚 真男人从不出手第二次 一击秒杀绿色魔石级的首领丧尸 在林的实力到底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不只是人类这边 就连丧尸小嘎嘎们都是一脸的猛逼 该死 又让他给装到了 在林舒展铁链看向对面的丧尸 双手持边奋力一甩 铁链裹挟着青龙之焰猛然挥出 临近地面的瞬间 在林发动大爆炸技能 链环像是子弹般射向对面的丧尸 见此一幕 铁锤图的郭斗八也按耐不住 下达了全员射击的命令 大炮齐鸣 乱肉横飞 子弹声夹杂着小嘎嘎们的惨叫声 在这座城市中回答 首领记了 余下的战斗也就不需要在林继续出手 郭斗八汽车人的炮弹砰砰砰 医书的铁拳帮棒棒 再加上士兵们都是经过普大峰训练 这场战斗毫无悬念可言 收起地上的魔石 在林询问人员伤亡情况 郭斗八表示只是有个别人员受到了轻微伤 只要稍作休息就能再次战斗 这样的结果在林十分满意 他伸手发动木质建筑 所有人被一圈高大的树干给围了起来 在林叫住大家 表示现在是休息时间 他将受伤的人集合起来 发动医术为其治疗 其他的人则原地休整 在林拿出地图向众人下达下一步作战计划 他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在一个小时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那将会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斗 他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休整完毕大家继续出发 不多时众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看着空旷的街道废墟 在林面色凝重 这是他在梦里死过99次的地方 只是为什么看不到那条陈年大辣条呢 正在思索间 在林眼前的地面突然出现裂痕 果然来了 轰隆一声 一根棍状物冒了出来 和之前在实验室里见过的指鹰不同 他的身上长着无数的小型巨嘴 仿佛是一根得了尖锐石油的指鹰 一叔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在林贴过头看去以为对方想了一次声吼 突然丧尸的身上传来撕咬的声音 一叔惊呼一声 快看 他们在自上残杀 只见巨嘴相互撕咬 仅是2.5秒 主体就倒下了 一枚蓝色的魔石从丧尸口中掉落 载林一脸猛逼地看着地上的魔石 这他喵的就凉了 该不是什么陷阱吧 拥有一击秒杀绿色魔石丧尸的力量 却干不掉尖锐石油的指鹰丧尸 一边抽送下去 指鹰丧尸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八个 这他喵的简直就如同小黑子一样 杀不完灭不绝 载林凝聚700人力抽出的一边 也没能将其赶尽杀绝 载林只好发动木制建筑将其困固 准备带回基地研究 忙完了这些 载林带领众人开始攻城拔战 训练有素的士兵加上铁锤团开路 很快他们便占领了很多地盘 除此之外 载林将红魔石分发下去 士兵的等级再次提升 同时他也利用蓝色魔石 让自己的技能由地集升到了C级 载林的战术十分成功 累了就修建围栏进行修整 饿了就让基地派送快餐车补充铁力 有伤员就让医生进行治疗 就这样丧失的地盘一点被载林占领 不仅如此他们还解救了大量的难子 警才用了十天时间 纯穿式就被彻底占领 但载林的目标可不仅是一座小小的城市 而是整座岛屿 在他的带领下 起初的两块地盘逐渐扩大 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剩下一处地盘没有占领 那是岛屿的最难端 三将士 与此同时 载林也收到了系统发来的成就奖励 区域霸主 可在江源岛自由指定人类联合领域 获得特殊技能选择与集中 站在营地的最高塔 载林发动了特殊技能 三个小时内可强化三种技能 载林试着发动了一体 被施加效果的技能直接升了一体 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爆端的存在 这时崔洛依找到载林 他向载林汇报了指音的研究情况 经过数天的分析他们发现 那不是单纯的一个细胞 而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一种丧失 崔洛依发现 他可以使用精神安抚读取对方的技艺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这次他来找载林 就是想和他一起进入 崔洛没有拒绝 对于指音的事情 他比崔洛依更想要了解 两人来到实验室 崔洛依发动了精神安抚 随着一道红光闪过 两人踏入了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界 不等崔洛两人看清四周 一个满是獠牙的丧尸发出一声嘶吼 两人砖头看去顿感不妙 因为他们清晰看到 对方竟然可以感知自己的存在 偷窥被发现怎么办 在线的挺急的 崔洛和崔洛依刚刚进入 指音的记忆世界 就被一只大眼蒙丧尸给盯上 大大的眼睛像是涂了卡子来 仅是注视了再铃一眼 就让他浑身脱离软了下去 崔洛依顿感不妙 当即要带着再铃离开 然而精神安抚刚刚发动 系统的警告就传到了脑海 即将从记忆中逃离 逃离正在被阻碍 需要一些时间 周围的世界像是玻璃一样出现了灭 两人皆是心头一惊 这可是对方的记忆世界 为什么他能发现自己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涌变全身 崔洛依听到了丧尸 那充满威胁且惊悚的话语 你以为我会轻易地放过你吗 丧尸的身体发生变异 轻蔑的眼神布满全身 迷人的大嘴发出戏血的笑声 逃离已进行30% 丧尸突然伸出数条小手 朝着两人醒来 逃离已进行90% 无数的手臂即将抓住两人 崔洛依害怕地抱住了载力 此刻他只能在心里 祈求逃离速度加快一些 咔嚓一声 周围的一切如玻璃般碎裂 两人仿佛从高空中坠落 直接被丢回了现实世界 大汗淋漓的两人心有余悸地对视一眼 片刻后两人平静下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简直太匪夷所思 对方居然可以在记忆中 感知自己的存在 崔洛依不由地感到一阵好奇 这种肉身杀不死 精神攻不破的东西 到底是如何来到地球的 而且它还只是一个细胞 那么一个完全踢得有多么恐 崔玲也没在梦境里遇见过 但是有一点她很清楚 那就是现在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否则根本无法应对接下来的灾难 崔玲和崔洛依讲述了 关于占领江源岛获得奖励的事情 她决定先从指定人类联合领域开始 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她想构建地下城市 毕竟他们这里还有一个盗墓者擅长逃地 这样领地的范围就能无限缩小 关于建筑结构 她会用魔石进行强化 完全不必担心坍塌的问题 崔玲天马行空的想法 让崔洛依感到不可思议 且不说能否成功 光是强化所使用的魔石 那就是一个惊天的数字 对于这个问题 崔玲笑着表示 她已经想好了解决方案 那就是成为末世商人 她向崔洛依解释 隔壁地区的荆棘岛 拥有大量的丧失猎人 他们完全可以把带有 附加效果的食物和装备卖给对方 这样一来 不需自己出手 魔石就会源源不断进入自己的口感 一人施法 全村受益 想要拉动一座城市的GDP 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崔玲站在营地的最高塔 对着现在的营地开启了补偿奖励 你指定的领域十分狭窄 确定要这样选择吗 崔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确定 一道霞光闪过 营地内所有居民都收到了系统提示 江源岛的霸主 崔玲已指定人类联合领域 该领域的人员会得到大量福利 众人还没回过神来 就感觉浑身充斥着一股强大魔力 玛娜的恢复速度上升50% 所有能力值增加30% 领域内生产物品将获得额外效果 铁匠的小铁锤敲得更正常 设计师的缝纳机 看着领域带来的效果 崔玲露出满意的效果 嘿嘿 接下来就该去做生意了 画面一转来到荆棘道成男士 崔玲带着医书踏入了这片领域 这一次他们没有开启隐身效果 很快就被一群废土少年发现并瞒住 崔玲发动分析技能 领头的是地级觉醒者 其他的也都分别是一级以上 怪不得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看来还是挺有实力的 崔玲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 表示自己是人类联合的首领 但绿毛却是抠着耳朵表示没听说过 身后的小嘎嘎们还十分配合地发出几句嘲讽 面对对方的扯高气扬 崔玲没有和他废话 毕竟这趟是来做生意的 他表示想和大力士马哥见一面 谁料绿毛又笑又嘲讽 表示自己的会长没时间 不会去见一些阿猫阿狗 见对方油盐不尽 崔玲直接将带来的东西摆了出来 这些都是我打算售卖的物品 你们先看一下 崔玲十分绅士地向绿毛介绍 过着和野人一样生活的众人 哪里见过这些海格斯科技 绿毛第一个品鉴起来 一级带有双特殊的外套 可以增加能力值的三明治 这趟喵的纯纯科技与狠活呀 崔玲笑着表示 接下来他该有资格去见他们的会长吧 看着两人绿毛露出一丝贪婪的笑容 这趟喵的就是一个行走的百宝箱啊 绿毛表示 他有一个新的提议 那就是东西和后面的女人留下 崔玲赶紧滚蛋 崔玲瞥了一眼 医书叹了一口气 哎 你们这群人还真叹喵的会选啊 千万不要小看一个 能在末世中活着的女人 她要么就是床上功夫好 要么就是床下功夫好 不长眼的绿毛居然也敢调戏医书 帮帮两拳下去 绿毛乖乖地去找老大通报 只穿了一条绿秋裤的马哥 正在健身房里撸铁 看到鼻青脸肿的小弟前来汇报 还以为营地出了事 这时崔玲从绿毛身后走了出来 你好 我是人类联盟的崔玲 我有一笔生意要和你做 在问候马哥全家的同时 崔玲发动了分析技能 C级人类 健身运动员 这应该是崔玲出道以来 见过级别最高的人类了 看来大力士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 马哥只是站在崔玲身前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就席卷全场 但更让绿毛心惊的是 崔玲的气场完全不输自己的大哥 两人只是对了一波气场 马哥就知道了崔玲的实力 他也十分通情达脸 了解事情经过后 他代表绿毛向崔玲道歉 并询问崔玲的目的是什么 崔玲表示自己是来卖东西 马哥将他请到会客厅 崔玲将带来的东西摆在桌子上 马哥一脸疑惑地拿起一根紫包饭 吃下后三个小时内能力值提升15% 你这是海克斯科技吧 对于马哥的疑问 崔玲没有隐瞒 他告诉对方这些都是他们营地里厨师做出来的 听到厨师也是觉醒者 马哥显得十分好奇 原来在马哥的营地里 他们崇尚武力 完全没有招收过生活类技能的觉醒者 他表示对崔玲带来的东西很感兴趣 让他直接开个假 一个食物三块红魔石 而装备和武器则更贵 听到崔玲的报价 马哥一阵头大 这和他预想的价格差得实在太多了 的确很贵 自从开启了领域之后 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加入魔石就能批量制作 但崔玲肯定不会将成本价告诉对方的 而且他这次的目的本就不只是单纯的赚取魔石 他向马哥解释 东西虽然贵 而且有了装备和武器 他们击杀丧尸的效率会大大增加 看对方有了想法 崔玲决定进入正题 他画风一转告诉对方 自己完全可以以促销的价格卖给他 两个食物一块红魔石 武器和装备打三折 马哥知道天上不会掉线笔 他询问对方什么条件 崔玲表示十分简单 两个营地成为联盟 而且是签订合同的内容 这让马哥颇感意外 以崔玲的实力完全不需要和自己同盟 崔玲淡淡开口 那么你是否知道不灭教呢 他们的背后有强大的黑幕 随后崔玲将他不灭教的一切资料 告诉了对方 希望双方联手共同向上进去 听完后 马哥呵呵一笑 你可知道我们玩家联盟的规则吗 那就是优胜劣汰 马哥伸出自己砂锅大的拳头 既然想要同盟 那就应该用行动说服我 而不是语言 让我们酣畅淋漓地干一架吧 一边是平立都能打出 拳拳暴击的马哥 一边是把铁链耍得虎虎声威的崔玲 两大高手的对决 引来了众多小嘎嘎的微观 玩家联盟以武为尊 想要说服对方和自己成为同盟 崔玲知道这一战不光要赢 还要赢得漂亮 对付C级的马哥 崔玲没有大意 直接开启选择与集中技能 让自己的三项主攻技能 暂时升到C级 合成天魔神功与统峻 临时生成霸王之体 开局外挂拳队上 恐怖的威压从崔玲体内喷涌而出 席卷全场 小嘎嘎们看呆了 这他喵得吃了要来的吧 绿毛更是惊掉了上罢 这强大的压迫 敢比马哥那晚压他的时候还要顶 Boss全部加好 再灵笑盈盈地看着马哥 马哥同样用笑容回应 崔玲的确很强 但这样更加激起了他的战斗 妖马合一气势全开 马哥直接发动技能巨人化 在一声巨大的轰隆声中 马哥变得又大又硬 光是二臂就比再灵的妖狐 看到自己的大哥开启了大力士模式 小弟们知道他要动真格了 马哥脚底发力 如冲天炮般飞向半空 但紧接着他便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崔玲居然没有躲开 难道是失神啊 这番举动让马哥以为对方在轻视自己 他将力量开启最大 凝聚于双拳之上 这一次他要一击解决崔玲 拳头上的力量已经实质化 平地一声响 马哥从天降 悼念的能量席卷全场 小嘎嘎们的惊呼不断 在这一击之下 比武场已近乎废墟 然而崔玲却是毫发无损的单手 挡住了马哥的攻击 马哥惊了 再灵笑了 嘿嘿 不好意思 我开挂了 马哥不甘于此 身上轻轻爆起 力量再增一份 哐当一声 马哥的力量终于倾泻下去 然而他的眼睛却是瞪得更远了 他根本没有感觉到对方的任何气息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转头看去 只见再灵一闪现到他的身后 拳头上泛着蓝光 已然蓄力完毕 轰的一声 拳头打在身上 马哥倒飞出去 这一幕让围观的小嘎嘎们长大了嘴巴 指住身形的马哥吐出一口老弹 再灵的实力越强 他越兴奋 可能这就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两人调整好状态 再次交锋到一起 这一拳两人倾注全身力量 这一拳必将奋出胜负 一场鄙视 再灵的眼睛被揍中了 而马哥则穿上了背带裤 住进了阿西 说起来 还是载灵更胜一筹 马哥被载灵的实力折服了 两人达成功手同盟 再灵客气地给他回礼 为他施展了医术治疗 与此同时 再灵的第一个小卖部 也在马哥的地盘上开张了 和之前约定的一样 价格都是白菜价 金亨熙成了小卖部的负责人 小卖部第一天开业 就引来了众多小嘎嘎的欢迎 两个食物才一枚红色模式 一级装备只需一枚橙色模式 而F级则只需一颗红色模式 这种心动的价格 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白色 仅才一周的时间 小卖部就卖出了 1500枚红色模式 250枚橙色模式 而且还是供不应求 在灵让崔洛依拿出 10%的模式奖励生产线工人 其他的则用在之后的城市建筑上 就在两人商议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 黄毛突然跑了进来 他表示自己的侦察部队 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是一种可以自己行动的机器人 听到这里在灵顿时坐不住 黄毛告诉在灵 在一周前 他派出乌鸦进行巡逻 发现一处废弃的工厂中 有蜘蛛形态的机器人 而且数量很多 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在对方身上发现模式 也就是说 这些机器人和丧尸没有关系 在灵心中暗自盘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 对方很有可能是一个 与机器有关的技能觉醒者 若是能将这种人才吸纳到营地里 那么将来说不定 自己可以造出可以移动的营地 一想到这里 在灵再也安耐不住 骑上魔托飞奔而去 来到黄毛所说的废弃工厂 在灵和一叔潜伏到外围查看 果然和情报说的一样 地面上全是蜘蛛机器人 在灵发动分析技能 F级制作物品 注入了技能的机器人 看似拥有微弱的人工智能 看来这一趟没有白来 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 这一次 必须要将他收入挥下 在末世中拥有 可以创造机甲的能力 是一种什么体验 在灵在看到对面的 蜘蛛机器人后立马心动 她决定去会一会 这些机甲的主人 来到仓库门口 蜘蛛机器人立马围了上来 红色的激光射线瞄准两人 硬邦邦的枪口抵在腰后 在灵笑着举起双手 别紧张 我只是想和你们的主人谈一谈 蜘蛛机器人听后 发出机械的声音 以呼叫上位个体 入侵者续带机 各行动将视为战斗行为 即刻击毙 下一秒一道流光划过天际 哼的一声 一个小黑子落了下来 下等警卫机器人 威尔逊 一级制作物品 注入了技能的机器人 看似拥有十分出色的人工技能 威尔逊双手插腰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就是你们两个想要和主人对话吗 放下武器跟我来 若是使用玛娜 我就会立刻击毙你们 再琳没有和她废话 跟着她进入了仓库 一路上载琳好奇地打量四周 这里的机械程度远比她想象中的先进 突然威尔逊止住脚步 周围的灯光全部打开 一群看起来更加智能的机器人从天而降 硬邦邦的枪口对着再琳两人 你们都是觉醒者 找我到底什么事 再琳笑嘻嘻地回答说 我只是想聘请你到我的营地里去 这是拐角的一个摄像头发出声音 聘请我 难道你们也是不灭角的走狗 闻听此言 再琳也是心头一惊 不灭角居然先一步找到这里了 再琳向对方表明身份 表示自己是江源岛的人类联合 并不是不灭角 之所以来找她 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 那就是打造一座巨大的移动要塞 听着再琳的介绍 对方发出一声吃笑 以她喵的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再琳收起手机向她解释 自己有钱有人有材料 反倒是对方整天缩在狭小的空间里 思维都固化 再琳的嘲讽顿时引来对方的不满 她警告再琳一定要认清现状 说着她命令机器人启动战备状态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 医书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 你们还真是不知好歹呀 下一秒一股滔天威压从医书体内爆发 检测到对方使用马纳 立即击毙 但威尔逊却是赶紧上前制止主人的行为 对方勃然大怒 威尔逊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主人 已检测到对方的实力超出预期值 若是战斗 我们100%会失败 敲电子沐鱼 不许再拨真经 再琳这一趟虽然不是来拜见机甲佛祖 但可以制造机甲人的技能 她是势在必得 医书展露实力让对方瞬间认锁 再琳拦下医书笑着表示 希望双方能面对面的好好谈一谈 片刻后 房间内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个黄发少女扭泥着身体走出来 长久的封闭环境下 初次见到人类 多少有些不适应 再琳发动分析技能 拉杀 一级人类 机械工程师 正在警惕 再琳两人笑着和她打招呼 但仅才交流了两句半 维尔逊就检测到自己的主人 因恐惧心律飙升 再琳见状赶紧施展技能爱抚对方 在精神安抚状态下 拉杀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再琳表示想和她来一场深入浅出的交流 维尔逊十分看眼神 她把几人请到会客室 一番简单的交流 再琳对这个黄发少女有了一个全面了解 拉杀的父亲是个工程师 她是留学到这家工厂参加实习 没想到遇到了丧尸 索性被困住了 再琳打量着房间 满屋子的饮料和泡面 怪不得她能在这里坚持这么久 她告诉拉杀 虽然她的物资很冲突 但总不能一辈子躲在房间里不出去 随后她向拉杀介绍了自己的营地 看着再琳手机里的照片 拉杀有些心动 尤其是她那个移动要塞改造计划 同样再琳也对威尔逊这个智能管家很感兴趣 她询问拉杀能不能批量制作这种小可爱 拉杀表示威尔逊是一个偶然的产物 之后她尝试过很多次 都失败了 简单来说威尔逊的诞生完全是运气 载灵沉思片刻画风一轮 询问起不灭教的事情 拉杀表示不灭教的确来找过她 她让威尔逊将之前的录像拿出来 随着房间灯光按下来 威尔逊的头上射出一道影像 画面中的不灭教人人带着面具 他们被蜘蛛机器人拦在外面 他们的大主教韩尚逊穿拉杀为神之子 让她立刻马上加入他们 拉杀没有答应 她让机器人们将对方赶走 双方没有动手 韩尚逊表示她会给他们一些时间 届时他们再来 如果还不答应入脚 那么事情就不会和今天一样轻松了 看着影像里显示的时间 再琳眉头紧索 没想到不灭教这么快就攻到这里了 她安慰拉杀 只要她跟自己回营地 她会保护她的 拉杀有些为难 自从丧尸爆发 她就没离开过这里 然而再琳霸道地表示 不管她做出何种选择 她都不会放过她 这时威尔逊提出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再琳的基地是如何储存粮食的 再琳微微一笑 那玩意还用储存吗 我们都是一边种一边吃新鲜的 听到再琳基地有蔬菜 拉杀的眼睛都放光了 再琳告诉她 他们的营地有农业类的觉醒者 还有厨师可以进行二次加工 听到这里拉杀不再犹豫 当即表示同意跟再琳离开 然而几人刚刚踏出仓库大门 无灭教就找不过来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真是离了个大步 一个末世副本不光有混血丧尸 连人类型丧尸都冒出来了 再琳在发动分析技能 看到不灭教几人的属性后 也是感到一阵惊讶 这年头真是鸟大了 什么林子都有 看到这群人 拉杀害怕地藏在了再琳身后 韩上旭一脸得意地看着拉杀 孩子 快到我怀抱里来吧 否则我会杀了他们 再琳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感觉她就是一个蠢蠢傻逼 韩上旭也察觉到 对面的几人在看闪 顿石器的浑身冒烟 不光是她 身后的小嘎嘎们 同样也是头顶冒烟 韩上旭举起拐棍 大喊一声进攻 小嘎嘎们如潮水般冲了上来 仔灵处在原地纹丝不动 而一叔已扎好了马骨 他们不是人类 尽情地释放荷尔蒙了 听到仔灵的话 一叔心里再也没了负罪感 当场邀马合一百开架时 刷的一声 一叔挺腹而至 虽然看不到黑漆漆的动脑 但那道深深的勒痕 让为首的小嘎嘎当场愣飞 往哪看呢 一叔伶俐的鞭腿 踢到了小嘎嘎的脸上 直接将她的脖子踢断 面具下那张丧尸般的面容露了出来 一叔一阵惊吓 尽管心里有所准备 但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丑 小嘎嘎的愤怒地挥动手中的武器 一叔轻松闪避 看来光打头还不够 得拆她的四肢 一叔以手为刃 急速杀进人群 断臂乱飞 惨叫连连 还未冲上来的小嘎嘎们 顿时呆愣在原地不敢上天 与此同时 威尔逊也开启战斗模式 数条机械手臂从他背后冒出 直接开启群连 机械手臂配合加特林 小嘎嘎们被打得血肉横飞 短短的2.5秒 小嘎嘎们已经凉得差不多了 含上去勃然大怒 他举起双手念动咒语 伟大的不灭之神 我将献给你祭祷 请赋予力量给您的奴仆 小嘎嘎们的身上冒出一团黑烟 其中还有没来得及变成丧尸的人类 他们发出痛苦的哀嚎 祈求有人能解救自己 再临时着对其中一个施展治疗 结果发现技能根本无法作用 在丧命人类的身上 黑烟过滤成白色烟雾汇聚到含上去手中 他张嘴一口将其吞下 身形急剧变化 嘿嘿 准备好迎接我的怒火了吗 妖兽啊 为什么总有丧尸想进化 含上去吃了一团皮 后背就撑不住 一根包皮掰六板 两根翅膀长出来 三对小眼头上脸 丸嘴獠牙像鲍鱼 一书兴致缺缺的看上一眼 差评 这隔离不会吐泡泡 含上去绿油油的眼睛赠光瓦亮 彰显着此刻的愤怒 他汗地拔从杀向一书 可惜眼睛太多有些散光 一拳下去没打中 一书反手就是一拳 眼看赤手空拳占不到便宜 含上去反手从腰间抽出了自己的脊椎 没枪没泡自己到 不行回家中水道 含上去挥舞着脊椎大宝剑杀向一书 一书纵身跃跃 空中翻转1080P 一脚下去 含上去直接被干翻 但不等他落地 一书的乱拳再次挥舞过来 整套动作行于流水一气呵成 小连招打下来 含上去以晕头转向 一书没有给他废话的机会 一拳掏了他的脑门子 含上去寄了 威尔逊开始收拾战场 一书有些好奇地询问仔铃 无灭交是不是全都是这种东西 仔铃也不清楚 但他知道 威尔逊更加坚定了服务好载铃的信念 今晚就从72功夫中的第一式老树盘根练起 另一边 载铃找到了马哥 上次鄙视穿的绿色秋裤被他改成了背心 载铃将他见到的全都告诉了对方 马哥却显得尤为兴奋 他焦急地询问载铃行动的时间 载铃表示等他们进军到附近时 两家联合起来一同夹击对方 马哥欣然答应 与此同时 在不灭教的大本营里 教主正恭敬地跪在指引面前 突然只因发出剧烈的颤抖 教主立马让手下将大主教们叫来 等到众人来骑 教主低声说道 刚才神明告诉我 有个邪恶的人妨碍了我们的计划 现在不灭军的规模到达了什么程度 回禀教主已经培养了一万了 而且现在我们仍在继续强化 教主缓缓起身 既然如此 现在就该是接受神之意志的时候 进攻时间到 让我们开始战斗吧 七千人类型丧尸来势汹汹 兵分四路进军人类地盘 在林收到消息立马告知马哥 双方约定分别负责东西两头丧尸进攻 联盟与不灭教的战斗正式打响 一脸胶着数日 不灭教的战绩十分不理想 此时在不灭教的营地里 一名女子正阴沉着脸听取战况会谋 此人是不灭教的第七主教韩纳恩 也是进攻在灵地盘这边的负责人之一 主教大人 山上的家伙们正在顽强抵抗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手下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韩纳恩隔空掐住了脖子 呵呵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昨天你就是这么说的 手下痛哭流涕地求饶 韩纳恩一把将棋丢在地上 连一群虫子都搞不定 还是由我亲自出面吧 此时战场上枪声不断 炮火连天 韩纳恩略显不耐烦地伸出手掌 一股黑色的龙卷凭空出现 龙卷风席向战场 人类联盟这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卷上天空 一时间战况瞬间扭转 一些没受到波及的士兵们 疯狂地朝着韩纳恩设计 只可惜对方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就将子弹反弹回去 不仅如此 他施展的黑色能量还能操控对手 让其余队友们自相残杀 不出片刻 人类联盟这边就已经损失惨重 韩纳恩哼着小曲游走于战场之上 在他看来 人类联盟就是一堆废物 突然一声巨大炮响从他身后响起 胡扶在他身边的几个小嘎嘎瞬间被炸毁 旁光扫去 竟然是一堆坦克大炮 一群石枪核弹的士兵冲杀上来 不灭交的小嘎嘎们几乎不是对手 见此一幕 韩纳恩略显烦躁 他喵的 这群虫子简直没完没了 他打出一个响指 黑色龙卷风再次朝着人类联盟戏去 先军一发之际 一道裹挟着青色火焰的铁链猛然抽送我来 黑色龙卷顿时烟消云散 人群中的仔铃一脸冷漠 收回铁链 他死死地盯着对方 韩纳恩扯高气扬地看着在铃 呵呵 有点意思 心形变种 念动力者 一个人类觉醒者居然甘愿沦为丧尸 而且还喜欢用鼻孔看人 似乎丧尸的身份给带来了无尽的优越感 对付这样的女人 在铃从来不会怜香惜玉 二臂上的铁链燃烧着青色火焰 在铃整个人叙事待发 见此一幕 韩纳恩发出一声痴笑 你这个样子还真是好笑 不如我们玩一个撕掉虫子腿的游戏怎么样 说着韩纳恩就施展了念动力 数条黑色的烟雾将在铃的四肢缠绕 嘿嘿 我要一下撤掉你的四肢 是不是很有趣 在铃一脸冷漠 你废话可真多 现在说完你的遗言了吗 发动统治 使用四百人力 一股威压自在铃脚下升起 韩纳恩施展的念动力瞬间被驱散 他一脸猛逼地看着在你 但此时的在铃已在为下一次的出手开始蓄理 一招汉地拔通 再铃冲杀过来 韩纳恩咬牙切齿地举起双手 欲要将其拦下 但仅是一瞬 他便呆住 自己无往不利的念动力居然在对方手底下撑不够2.5秒 他发出一声惨叫 再铃拳头上传来的力量让他的双手近视 一击得逞 再铃扭动身形与其拉开距离 韩纳恩一脸阴沉 黑色的念动力缠绕在他双顶 手掌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生长 他凌空而起 发出一声怒喝 快给我消失吧 只见两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黑色念动力锁住在铃二笔 韩纳恩的嘴角开始流血 这应该是他催动念动力的极限了 然而再铃只是大喝一声 二笔稍微用力就挣脱开来 他急速杀向韩纳恩 大手微微一探便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韩纳恩催动念力想要挣脱 但再铃的一只大手如铁钳般死死将其掐着 消失吧 必迟 再铃手上发力 掐断了韩纳恩的脖子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余下小嘎嘎也没什么威胁 可就在这时 再铃发现韩纳恩的身体居然还在抽动 好家伙 脖子断了都不断气 再铃将力量倾泻而出 韩纳恩的躯体再逐渐消散 他咬着牙发动了供体仪式 小嘎嘎们的身上冒出一股黑烟 全都哀嚎地倒了下去 一声爆炸在再铃手中响起 韩纳恩炸了 再铃被震退树目 再次看去再铃猛逼了 这他喵得怎么成了鲍鱼了 真是火九剑 美豹居然可以孵化出女人 韩纳恩临死前发动了供体仪式 身体变化成了一只鲍鱼状生物 两根触手撕开一道小缝 重新变换形态的韩纳恩钻了出来 妖艳的翅膀下是一具散发着美洋洋 独有气味的桶体 士兵们全都被这股气味给用上了 就连郭豆八这个老头子都看得心神澎湃 恨不得下车伯上一摸 载灵面无表情看着对方 重生后的韩纳恩有点实力 但不多 韩纳恩依旧是鼻孔看人 现在是他最巅峰的状态 他可不相信载灵可以继续嚣张下去 但他太小看了主角光环的魅力了 载灵发动特殊技能 所有主攻技能得到强化 强大的能量从载灵体内爆发 瞬间驱散了韩纳恩所释放的气味效果 这让他在震惊的同时心里揽起一团怒 区区一只蝼蚁 也能驱散我的气势 他挥舞着手中的鞭子杀向在里 随着地面爆炸声不断响起 韩纳恩表情逐渐变态 小嘎嘎们准备好喝我的咸水了吗 谁料话音刚落 载灵一把抓住了他的鞭子 韩纳恩一脸猛逼 居然敢抓我的鞭子 而且力气还出奇的大 载灵黑黑一笑 紧接着他二臂发力 韩纳恩屁股朝上 身体翻转1080T 险些吃了个狗吃屎 他一脸不敢的念动咒语 随着话音落下 死去的小嘎嘎们身上冒出一股黑烟 紧接着他们的形态开始变化 一个个满是獠牙的丧尸冒了出来 韩纳恩扑扔着翅膀漂浮在半空 他催动念动力 周围的石块随着他的骚起飘动 再临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些 发出一声指向 女人真是麻烦 不过今天 老子可是要将你们送上云巅的 拳头锁过 催哭拉朽 光鲜亮丽的韩纳恩被脱去了人体 他十分不服地发动技能 欲要与其同归于尽 载灵轻蔑一笑 嘿嘿 你一个连包皮都没有的男人 居然还想让我脱衣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接下来 该轮到我和你们玩玩了 一个连包皮都没有的女人 居然还想着反抗 再临一个闪现来到韩纳恩身后 一道浓郁成实质的手刀 横插进韩纳恩的胸口 韩纳恩心中一惊 身体在不停修复伤势 再临轻蔑一笑 呵呵 不灭之力是吧 今天就让我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再临手上的力道不减 韩纳恩发出阵阵惭叫 还要惨 他还没来得及变身 就被马哥弄死了 四支部队接连损失两支 无灭交这边也收到了撤退的命令 可还没来得及撤走 再临就追了上去 少先旭 心形变主 监察官 斗篷下是一个赠光瓦亮的光头 可惜是一个玩刀的 少先旭的速度很快 但是快不过开挂的再临 仅是交手了一个回合 再临就失去了战斗的兴趣 他打算让一叔和他过不招 谁料这个时候 他的手下冒了出来 少先旭记天计地计队友 小嘎嘎们化为一团黑烟 被少先旭吸收 与韩纳恩不同 少先旭进化成了一具 穿着铠甲的窟窿 他十分感谢再临 让他尝到了变强的滋味 载灵快要笑哭了 以他喵的真实对力量一无所知 少先旭急速闪现到再临身后 欲要偷袭一波 可惜这点小伎俩 怎么能逃过逼王的眼睛 再临一招回首 涛直接将其打飞出去 少先旭一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的速度可是提高了不止一倍 他挥舞双剑杀相再临 但这次载灵连眼睛都没睁开 天魔神功第二次 乱拳打死老师傅 拳风化为猛虎杀相少先旭 一击过后 台甲都被吹散了 少先旭只剩下光秃秃的骷髅躯体 载灵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走到身前 一把掐住对方喉咙 你不必委屈 你们的教主马上也会跟上你的步骂 咔嚓一声 少先旭的头骨被掐碎了 清理了东边的不灭教 再临与马哥会合 马哥告诉他 本来他也能清理两个大主教 可惜对方提前收到消息逃走 载灵表示没有关系 事到如今 他们的防御战算是成功了 但是想要斩草除根光靠防守是不行的 他提议双方联合起来 直接杀入不灭教老巢 马哥欣然答应 只是不知道 这一次不灭教的教主 又会进化成怎样的丧失 跪天跪地跪机吧 不灭教居然把一根指引当作神 载灵通过黄毛查到的情报 找到了不灭教关押人类的地方 发动分析技能 再临发现这里居然是吸收人类生机的地方 再临一脸冷漠 看来的大闹一场了 快速杀向天台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巡逻的小嘎嘎 再临朝着大楼内部走去 此时在大楼内部 一群古兽如柴的人类 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这是不灭教的人来挑选教徒 表示想要活命就加入他们 否则就在这里被吸尘人感 为了活命 一部分人答应了下来 而剩下的那些人 则被关起来成为止音的影响 就在这时 再临出现了 二话不说就是一套连武灭 无灭教的几人被灭了 被抓的人类也解救了出来 现在到了摧毁这个地方的时候 铁链猛然抽送出去 大楼一分为二 绿色的斧肉溅了一地 一只眼球死死盯着仔铃 我记住你了人类 仔铃咧嘴一笑 不用记住老子 老子马上就来找你了 说着仔铃一脚踏碎了对方 之后 仔铃又找到了许多这样的地方 只可惜摧毁了对方 也没能救出那些已经逝去的人类 马哥有些生气 他恨不得立马杀入对方的大本营 关于这一点 仔铃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 与其慢慢引诱 不如一网打尽 两人不谋而合 友谊也在这一刻慢慢升温 马哥第一次对仔铃展露出了好感 让他成功学到了对方巨人化的技能 与此同时 在不灭教的大本营门口 无数的丧尸围在这里 等待教主的秘密 突然大殿的石门打开 教主身体黄袍走了出来 孩子们 是时候和他们决一死战了 丧尸们沸腾了 与此同时 郭斗八的战车部队也杀了鬼 在灵一马当先 发动分析技能 崔明浩 心形变形种 服从虚假之神的人 好家伙 没想到教主也开始丧尸化了 见到仔铃的部队 崔明浩大喝一声 伟大的神 我甘愿为您奉献 请赐予我完整的身体吧 不灭教的教徒 也在这一刻变得狂热情 一股黑色龙卷凭空出现 在灵几人冷漠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黑色龙卷散去 崔明浩彻底进化成了丧尸 愚蠢的人类 准备好成为我的养料了吗 作为止音的忠实信徒 崔明浩进化出了一头六里 说起来他还得谢谢在灵几人 原本这场进化仪式 需要准备半年之久 可因为他们的到来 让止音之神破格 将他转化为了丧尸 作为报答 他要给再灵一个机会 一个与他一起 踏上不灭之路的机会 一书膀胱扫向身后的尸体 你可真会忽悠 别忘了后面的那些尸体 都是拜你所赐 没错 这次的进化成功 离不开小嘎嘎们的陷阱 崔明浩发出一声嘀吼 不灭叫是不会放弃信徒的 说着地上的尸体身上 突然冒出一团白烟 起来吧 不灭之子 随着崔明浩话音落下 已经死去的丧尸和信徒们 突然嘶吼地站了起来 他们双手朝天 仿佛在敬拜自己的神秘 场面一度十分重二 崔明浩最后一次询问 崔明要不要加入他们 崔明还没回话 身后的绿毛就送上了 笔局的终止 这一幕引得大家轰然大笑 崔明浩气得浑身颤抖 你们这些虫子 还真是放肆 说着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绿毛 刷的一声 一道能量射了出去 眼看就要打中绿毛 崔明横空出现 二臂上的铁链 直接反弹了对方的攻击 崔明浩一脸阴沉 看来这就是你的回答 我忠诚的信徒们 是时候处置这群人类了 丧尸小嘎嘎们冲杀上来 人类联盟这边也毫不示弱 郭斗巴的战车一马当先 拉沙也催动 蜘蛛机器人冲杀上去 双方就此展开大战 崔明马哥和一叔 很快就杀到了崔明浩身前 崔明一阵眼神交流 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冲杀上去 白色的烟雾弥漫全身 崔明受到系统警告 你吸收了死亡烟雾 生命力正在被吞噬 不仅如此 一叔还感受到力量 也在逐渐被吞噬 马哥的暴脾气顿时忍不住 他一马当前冲向崔明浩面 亲个嘴巴小宝贝 与此同时 一叔的鞭腿也踢了过来 崔明浩六臂拳都用上 抵住两人进攻 这时在林的大边也甩了过来 三人使出全力不停地发动进攻 崔明浩被抽打的遍体鳞伤 然而警示一瞬 他便恢复如初 你们是杀不死我的 这可是不灭的力量 马哥不信邪 抡起拳头冲杀上去 然而这次 崔明浩仅是伸出一臂 就差点将马哥的脸给打变形了 呵呵 愚蠢的人类 我恢复的次数越多 就会变得越强 而你们只能在死亡烟雾中不断变弱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拥有不死不灭的躯体 还有受创变强的特性 崔明浩应该是丧尸中 进化最成功的那一只了 只可惜 在林是纯科技选手 启用特殊技能 三项主攻技能得到强化 融合天魔神功与统治 生成王霸之体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并没有 在林开启巨人化效果 比砂锅还要大的拳头 如雨水般落下来 崔明浩被打的面容都扭曲了 不过更让他惊讶的是 自己的再生速度 居然跟不上崔明的破坏力 崔明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在挥动拳头的同时 务实地朝着对方发出嘲讽 崔明浩被逼得有些狗技跳墙 举起法杖就要奋力反击 然而力量对决 法师怎么可能是变态的对手 一把拦下对方 在林轻烈地发出嘲讽 呵呵 神之力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了 在林一招蓄意轰拳将其打飞出去 崔明浩的腹部留下一个深深的权益 他赶紧命令手下替自己挡住对方 可惜在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马哥的小钢拳加上一书的饺子开皮头 对付小嘎嘎们绰绰有余 崔明微微点头准备专心对付崔明浩 而就在这时 对方催动了魔法阵 抵抗神的人 来面对残酷的结局吧 崔明浩张开了嘴巴 一股黑色烟雾直冲在林而来 崔明心头一惊 还未做出反应就被打中 预想中受伤的场景并未发生 崔明被一片黑色的烟雾垄放 黑雾之中只能看到崔明浩那对血红的眼睛 崔明感觉自己进入了黑白的世界 突然系统发来警告 以接触止音的气息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眼球冒了出来 人类 我们又见面了 崔明冷汗直流 这不就是只因记忆中的大眼怪吗 难道自己又进入了对方的精神世界 思索间 对方已经释放出了白色烟雾 崔明发动铁链技能大爆炸 与要将心毁灭 但效果不尽原意 炼环被大眼怪进去防下 而他也被白色烟雾困住了手脚 在这种状态下 崔明的生机被急速吸取 突然他体内的王霸之气开始被动反抗 一个巨大的人类虚影浮现在他的身后 大眼怪一脸震惊 你是何人 虚影没有理会 而是淡淡对着崔明说道 年轻人 我只施展一次 看好了 虚影打出的一拳如同龙卷般 袭向大眼怪的膀胱 一拳之威恐怖如斯 崔明收到系统提示 已看到了完美的天魔神功 理解度已达到极限 详情开挂 最为致命 崔明身上的王霸虚影一拳 干掉了大眼丧尸怪 还让他完美地理解了天魔神功的内涵 从记忆世界中回来 崔明昊一脸不可置信 那可是神的领域 为什么他能逃出来 他抓起绿毛 威胁在灵不要轻举妄动 可话音刚落 他就感到手腕划过一丝冰凉 在灵快如闪电救出绿毛 还顺带切断了崔明昊的一只手 青龙之焰在他的断手中熊熊燃烧 更让他震惊的是 自己居然不能再胜了 没错 在干掉了他背后的神之后 崔明昊也就失去了 对方赐予的所有能力 在灵将力量凝聚于右拳之上 王霸虚影向他展示的那一拳 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肌肉记忆中 拳风如龙卷席向崔明昊 崔枯拉朽之力 直接打穿了他半个身体 与此同时 他手下的丧尸小嘎嘎身上 也冒出浑滚浓烟 现场哀号不断 崔明昊倒下 天空出现树到紫色雷电 他颤抖地举起手臂低声呐喊 神啊 您的奴仆在这里 快来救救我 可是不应他的确实一道雷电 紫色的雷电照亮了整座大地 在灵的系统发来警告 只因已降临在自己的祭祀场 在灵心头狂颤 这他瞄得疯了吧 那只大眼丧尸居然亲自来了 崔明昊发出阵阵残笑 黑色的烟雾从天而降 将他那残破的躯体吸了上去 在灵面色凝重 看来不灭焦的神好像要出现了 尽管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 但也绝对不是可以轻易对付 在灵死盯着天空 突然他的系统发来提示 正在降临 根据现在这个时间段判定 他是无法积极活动的存在 启动修改权限 在灵一脸猛逼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而对方却是十分憎恨的大喊一声 这该死的系统 雷电化为铁链将崔明昊的躯体缠绕 正在把对方的力量制约到 符合当前水平 在灵还没搞清这些提示的意思 崔明昊的身体就恢复成了人类形态 在灵一脸冷漠地走到对方身前 在杀掉他之前 在灵要搞清楚那些提示的含义 发动分析技能 果然崔明昊已被对方占据了思维 在灵还没开口 对方就先一步站起身来 我看到了你的情力 如果我们能联手 一定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在灵吃笑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还想着呼应 你还侦探娘的是个人才 那么你们认为我是恶魔吗 怎么 不是恶魔还能是天使 医书的话刚说完 崔明昊的背上就冒出一对巨大的白色羽翼 虽然我不是天使 但可以给你们提出天使般的建议 难道你就不想对引发这一切的元凶复仇吗 其实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受害者 是一个连故乡都被烧成灰烬的 无家可归的亡灵 在我们地球之外 有这样一颗行星 那里的人类得到了玛娜的祝福 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灿烂的文明 而附在崔明昊身上的虚伪之神 就是那里的守护神 伊斯塔罗斯 听到对方的话 在灵颇感意外 一个星球的守护神 为什么会和丧尸扯上关系 伊斯塔罗斯告诉在灵 他们的星球一夜之间就毁灭了 大火焚尽了一切 活着的人沦为丧尸 哪怕是身为守护神 他也无能为力 入侵他们的是一个头上长脚的怪物 而且对方才只是一个军长 丧尸只不过是他们侵略的手段 不光是他们这里 宇宙中还有许多行星 也在遭遇同样的危机 对方没有杀掉伊斯塔罗斯 而是把他变成了丧尸士兵 他要复仇就必须要增强实力 而脚下的这片行星 必须要尽快摧毁 他希望在灵能和他一起 到时候哪怕地球毁灭 他也会让大家平安的活 仔灵笑了 说到底这家伙 就是想吞噬掉地球 来增强实力复仇 看来这家伙不是虚伪之神 而是忽悠之神了 仔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见自己诱惑失败 伊斯塔罗斯面容变地争鸣起来 平地一声响 伊斯塔罗斯的真身降临了 他浑身冒着杀气 大大的眼睛像是涂了卡子了 愚蠢的人类 你们选错了阵营 仔灵轻蔑一笑 嘿嘿 老子就是不和你一五 你又能卖我和 仔灵的话音刚落 身后的队友们就站了过来 郭斗巴的汽车团率先打响第一炮 伊斯塔罗斯怒了 满是獠牙的大嘴发出阵阵咆哮 他猛然朝地面一踏 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壳从地面裂开 众人皆是心中一惊 再零几人可以靠着马那躲开 但是其他的士兵们就没有办法 一部分坦克和士兵没来得及逃走 直接坠入了深渊 拉杀剑撞让威尔逊赶紧去救人 威尔逊派出蜘蛛机器人爬进深渊 蛛丝射向正在下坠的士兵 将他们接住 可惜了那些战车全都毁了 再零怒不可遏 急速杀向伊斯塔罗斯 对方仅是一挥手 天空便降下了紫色的雷霆 再零被震退 大批士兵受到波及 就连郭斗巴的坦克战车也瞬间瘫痪 一时间 人类联盟这边损失惨重 再零看着天空中超大的魔法阵不由的眉头紧锁 伊斯塔罗斯的实力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除非使出记忆中的王霸一拳 一拳之力 催哭拉小 伊斯塔罗斯被这一拳都震住 他怎么可能施展出那个人的气势 难道这么快他就雾化了那股力量 伊斯塔罗斯的眼睛中第一次出现了恐惧 再零拳头已至深浅 他催动死亡之气加以阻拦 但再零像是一条奔跑暴 直接冲破屏障 挥舞着拳头杀了滚 臭怪物 吃老子一拳 再零的拳头打在身上 伊斯塔罗斯的眼白瞬间冲血 与此同时 人类士兵也对着自己发动了几火 伊斯塔罗斯被搞得狼狈至极 再零的拳头裹挟着王霸之气猛然醒来 伊斯塔罗斯举起双臂格挡 但紧接着手臂上就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 这 这怎么可能 伊斯塔罗斯被打磨了整个身体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在零 没想到啊 我竟然输了 你很厉害 年轻人 不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再零咧嘴一笑 嘿嘿 不过下次见面可能就会是你的祭日了 说着在零一拳捅爆了对方最后的眼球 惊人的成就 以狩猎伊斯塔罗斯的降临体 奖励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掠夺以生成 处置技能所有者时 可以拿走对方的一个技能 看着系统发来的奖励 仔铃微微一笑 呵呵 真是天助我也 不灭教被剿灭了 但仔铃却是一点闲不下来 他记得当初情报局的韩元旭曾找过自己 说吉州岛也被不灭教占领了 而且那里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高层 都和不灭教有关系 如今伊斯塔罗斯已经倒下了 那里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必须要尽快前往那里一趟 然而就在这时 绿毛前来通报 表示有一个情报局的副部长 带着一个将军要来见他 仔铃一阵疑惑 副部长肯定就是韩元旭 至于那个将军到底是谁 他也不知道 在和两人见面后 韩元旭向仔铃介绍了这位将军 他叫金乐秀 是海滨队旅者 发动了分析技能 仔铃发现 对方是一个地级的人类觉醒者 在那里发生了许多变化 凡是吃过不灭教圣药的家伙 红一时间头顶冒出了黑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韩元旭和金乐秀 将这些和不灭教有关的人全都解决 尽管危机解除了 但情况并不乐观 之前内阁受到不灭教的捕惑 吉州岛被指挥的一塌糊涂 这次来找仔铃 是想把那些没受到捕惑的百姓 移居到人类联合 仔铃只是简答地思考了一下 就答应了下来 这完全出乎金乐秀的意料 毕竟人越多消耗的物资就越快 仔铃表示无所谓 比起物资资源 人力资源才是最重要 当然更划算的是 仔铃的举动引起了两人的好感 让他顺利学到了千里眼和指挥两个技能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一边向岛内运送食物 一边往营地转移平民 仅采用了半个月 这些问题全都解决 而且有了金乐秀的加入 训练士兵的效率变得更快 他的指挥技能 可以让部下人员形成强大的团伙 就算是开部武馆的医书 也对他十分佩服 而韩元旭则被安排到了侦察部 他的千里眼技能 不仅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话 连声音都可以兼听 简直就是妥妥的人工卫星 可以说现在的营地 正在一天比一天壮大 而接下来就剩下一栋要塞 这件事没有完成 听到再琳谈起这个计划 医书感觉他就是疯子 现在营地里可是有上万人 如果要塞出了任何细小的问题 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再琳表示那种失误 只会发生在人的身上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移动要塞的操作 他全都应用了人工智能 而接下来就要看拉莎的能力了 在漠视之中 利用人工智能管理自己的城市 到底有多数 拉莎不复所望 成功研制出了 可以控制移动要塞的人工智能 他找来再琳让其尝试一番 随着威尔逊的形态开启转换 在琳的面前浮现出一个系统面板 特殊功能管理城市已被解禁 请尝试管理城市中的所有事物 包括想象中的事情 见此一幕 在琳的笑容逐渐变态 好家伙 还有这种好事 城市的地图清晰地展示在他的眼前 威尔逊告诉在琳 现在他只要想到哪 地图就会显示到哪 在琳尝试着发动了一响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来到了脑海中的地方 他一脸惊恶地看着脚下 难道这就是瞬间移动 威尔逊向他解释 他们现在只是虚拟形态 不过即便这样 功能仍旧十分强大 除了可以进行监控 他还能随意控制电力 水道以及防御设施 在这套系统中 在琳就是这座城市的商品 在琳尝试着控制建筑防御系统 效果令人十分满 威尔逊告诉在琳 就在他在城市之外 仍旧可以随时随地管理城市 这样不仅是外围出现丧尸 还是内部出现事故 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介绍完这些 他向在琳汇报了一栋要塞的进度 两人来到施工现场 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目前的进度是60% 8条机械腿已完成了6条 每一条腿都是C级的合金装置 看到自己当初构思的计划快要成功 在琳心里甭提多高兴 与此同时 在毕市的一处体育场内 伊斯塔罗斯的将领体出现在了这里 他对着体育场中央低声凝场 我忠实的手下 醒来吧 只见草地中间出现一道裂痕 下一秒一股威压冲天而起 浓烟散去 一具逐渐完整的骷髅嘶吼的冒出来 待到身体恢复 他半跪在地上 恭敬地看向伊斯塔罗斯 拜见伟大的主人 您有何吩咐 塞萨尔 有件事需要你去解决 说着伊斯塔罗斯伸出右手 发动了记忆共享 在林的一切画面 涌入了塞萨尔的脑海 主人 您说的这个人类的确很惊人 请问您需要我怎么做 他确实很强 所以我想拥有他 说着伊斯塔罗斯的手上出现一股钢风 我会赋予你避免系统制约的力量 放手一搏吧 钢风不断扩大 整片天空化为了血色 伊斯塔罗斯的笑容逐渐开始变态 去彻底消灭那个家伙的根基 不留一丝灰烬 塞萨尔的眼睛闪过一丝红光 遵命我的主人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百万丧尸大军来势汹汹 而人类这边只有三千兵力 这场看似毫无悬念的战斗 到底能否战胜 再解除了系统的制约 塞萨尔身批金甲 集结丧尸大军 在林收到情报时也是一阵头大 从韩元旭的报告上来看 对面的数量在百万左右 如今距离完成移动要塞 只剩下一周的时间 以对方的推进速度来看 自己根本撑不了一周 韩元旭提出两个方案 抛弃营地或者阻止丧尸 在林立马否定了放弃营地的方案 千禧重建的话将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他让韩元旭给玩家联盟那边 发去支援请求 马哥来后 众人开了一个小会 金乐秀向大家分析了现在的状况 丧尸大军目前正在构建包围圈 规模大概有一百万之多 听到这个数字 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起 马哥询问几方战力有多少 金乐秀伸出三根手指表示只有三千 马哥无语了 他那边只有一千兵力 全都加起来 双方的差距仍旧是天上地下 条大峰这个半弹 还十分嘴硬地表示 自己的人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 但金乐秀表示 敌人来的也都是精英变种丧尸 这下好了 都不说话了 载灵表示 他们不需要和对方正面硬钢 只要坚持一周 等到一栋要塞完成就好 金乐秀一脸的冷汗 你他喵得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如果是普通丧尸 坚持个一周是没什么问题 可对面全都是变种啊 而且据情报所说 丧尸的统帅是一名身穿黄金甲的骷髅骑士 就算将他杀掉 剩下的百万丧尸也不一定会停下脚 金乐秀提议 他们的武器弹药冲动 现在唯一缺少的是兵力 不如在这一周的时间内挑选士兵 将兵力扩充到三万 再临不是很同意这个提议 与其挑选士兵 不如让他们自愿报名 万一有人出现厌战逃跑 那对他们的士气来说将是毁灭性态 可是赌上性命的事情 谁又愿意去做了 如果是志愿军的话 别说是三万了 估计三年都招募不够 但不管怎样都要去试一下 再临让崔洛伊将居民聚集到广场 在说出丧尸有一百万的时候 有些的小嘎嘎们已经想好来那 当然这里面也夹杂着一些 斗米恩丹米仇的想法 在这里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 再临靠着三寸不滥之舌 拉来了十万志愿军 然而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只是一群没上过战场的普通人 这一次 赛林真的能守住自己的营地吗 这群小嘎嘎太勇了 一百万的丧尸大军来袭 他们居然也敢爬上墙了 尽管荣春老人对城墙增加了木质尖子 物资也已经运送完毕 但斗米的心里仍旧没底 很快塞萨尔的丧尸大军就已经濒临城下 看到城墙上的在灵 塞萨尔旁光亮起一道血色 伟大的主人说过 今天定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给我冲 现在是举行血之庆典的时刻 这一次真的是湿如潮水 赛林见状也下达防守命令 锅斗八的高射炮射了出去 丧尸小嘎嘎们瞬间炸飞一片 只可惜这些数量对丧尸大军来说 简直就是囧留一毛 巨蟒丧尸冲杀到城墙边上 戎春老人发动技能 城墙上的尖刺化为藤条将巨蟒缠绕 逸琳也在这一刻加入了战斗 变身魔法哨 启动变身的瞬间 丧尸们陷入混乱 而借此空隙 士兵们冲下城墙开始屠杀丧尸 逸琳更是召唤出了C级的魔像 载灵也趁机杀入了战场 第一波防御算是赢了个开门红 然而塞萨尔却是一丝不慌 为了摧毁载灵的营地 他这次可是出动了十支军团 而今天来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支 他的兵力充足得很 而且他还有秘密武器没放出来 防御战打到了第三天 城墙下已是失衡遍野 许多士兵已经出现了疲态 而且他们的弹药已经消耗了90% 甚至戎春老人已经快要坚持不住 丧尸们的攻击源源不断 一旦城墙维修跟不上 那么营地很快就会被攻 好在大家还没失去斗志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绿油油的丧尸从尸桃中走不出来 每走一步 他的身后都会留下一团 带有腐蚀性的绿色液体 载灵看出事情不对 他命令众人集火绿色丧尸 子弹突突地射了出去 但丧尸小嘎嘎们却拼死挡在绿色丧尸身前 碰的一声 一枚子弹击中了对方 下一秒 绿色丧尸炸了 液体喷了小嘎嘎一身 瞬间将其腐蚀 载灵刚要对其他人发出提醒 爆炸声就再次传了过来 9号城墙正在被融化 需要支援 8号城墙急需维修 7号城墙也撑不住了 带有腐蚀性的液体 把载灵的脸都照亮 他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丧尸一直在消磨这边的军令 为的就是让绿色丧尸发挥奇效 一举攻破城墙 荣春老人浑身颤抖 他告诉载灵自己已经没懒了 载灵气得咬牙切齿 事到如今只能启动应急计划 让平民先撤到地下 金乐秀提醒载灵 就算是躲进地下 也逃不过腐蚀液体的侵蚀 载灵下定决心 看来我们得出击了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让我们去狩猎那个家伙吧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丧尸大军在出动了俯视丧尸后 城墙的维修已经跟不上了 如果继续归缩在城里防御 或成是迟早的事情 再临带领众人打开城门冲杀出去 塞萨尔端坐在大军后方 再听到手下说城门已经打开 还以为是自己的绿色丧尸起了效果 属下告诉他 人类联盟主动出击了 这倒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在他看来 这群人的行为无异于扑棱额子钻口 另一边 波斗巴的战车团一马当前 在发动了车辆改造技能后 所有的战车两侧都多出了四组电锯 这波操作光头强看了都直呼内行 电锯疯狂收割丧尸 波斗巴下令展开队形两翼推进 在领紧跟其后 铁链横扫千军 一时间 碎肉横飞 惨叫连练 一只绿色磨石的黄毛丧尸 猩猩锤打着胸脯杀入战场 但他喵得还没咆哮完 迎面就落下了一双250马的大子 开启了巨人化的马格如同炸弹般落下 所过之处 天崩地裂 与此同时 伊叔和翼灵也不甘示弱 施展技能清理变种丧尸 而那些战力不强的普通丧尸 则由人类士兵进行清剿 塞萨冷漠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军团这么快就被灭了 突然一股熟悉 且带有威胁性的感觉涌入全身 崔库拉朽之力扑灭而来 拳风所过之处 丧尸尽数化为灰烬 塞萨尔的手下惊呆了 这他喵的还是人的力量吗 塞萨尔淡定自若 他一脸坏笑地拍着手掌 不错不错 怪不得那位如此欣赏你 按照计划行事的话 我很可惜你的才能 所以我最后对你发一次善心 塞萨尔缓缓从丧尸宝座上站起身来 我本来是打算消灭除你之外的所有人 但是我现在反悔了 既然你们有胆量冲杀过来 那我理应给你们一次机会 接受我契约的印章 我会饶恕你的性命 没想到都打到脸上了 这个家伙还给自己强行加息 马格用一个国际友好手势回应了对方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塞萨尔转头对着手下说道 马格特 接下来由你来统治军团 一个都不要给我留 哪怕是鸡蛋 也要把蛋黄给摇碎了 手下领命离去 塞萨尔举起武器大喝一声 仪式正式开始 只见一个巨大的黑色球体拔地而起 将再领与其他人隔绝开来 塞萨尔双眼泛红戏谑地说道 稚嫩的人类 欢迎来到我的鸟龙 这个死灵歧视不简单 召唤出的座骑居然是独角兽 塞萨尔释放黑色能量罩将在灵困在其中 看来今天必须有一个要躺着出去 在灵灰无铁链试图打破所谓的鸟龙 但并无卵用 塞萨尔告诉仔灵 如果他不尽快做出选择 那么他的朋友都将会沦为丧尸的痒痒 说着他大手一挥 一个巨大的魔法阵从脚下浮现 记住我的话 在这个鸟龙里 我就是主宰 一只暗黑独角兽从阵法中间窜出 塞萨尔手掌一抓其上马背 轰动的眼眶散发着血色光芒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 双方急速交锋到一起 铁链对扩建 这一撞如彗星撞地球 烟尘散去 塞萨死死抓着铁链 扩建上传来的力量让他额头开始冒汗 就在这时 塞萨尔胯下之物突然将头对准了在地 尖锐的触角猛然插向自己 塞萨按骂一声 扭动铁链挡下一击 塞萨尔剑转 扩建用力拉动铁链 虽然你的实力不错 但也是白费力气 塞萨被拉倒在地 独角兽抬起前提 准备给他来上一招马他飞烟 塞萨急速扭动身体从马蹄下躲开 但身形还没站稳 扩建就已知身前 塞萨尔的剑法灵力气迅猛 塞萨不断格挡 身形急速后退 好几次都险些被对方砍中 塞萨尔停下手中的动作 发出一丝嘲讽 呵呵 你就这点实力吗 快看看你的身后吧 你的朋友可是快要死光了 没错 变种丧失数量太多 而能战斗的觉醒者也就那么几个 塞萨知道对方是在乱他心神 他咬着牙让自己冷静下来 死灵骑士拥有高超的剑术 和压倒性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他那胯下之物 简直无孔不钻 所以首要解决的就应该是他 塞萨尔以为塞萨没了办法 仍旧在那喋喋不休 胯下坐骑都被他说得有些不耐反了 看来反派死于话多这件事 他是一点不知道 他缓缓走近塞萨 戏谑地说道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害怕了 塞萨黑黑一笑 怎么可能 我只是下定了决心而已 那就是先干你的马 死灵骑士的战马到底有多凶 一个触角能进能出 两只前脚大开大合 塞萨知道 要想干掉死灵骑士 他的胯下之物绝对不能留 塞萨急速杀向对方 这一次他以一种自残式的招式攻了上去 弯腰闪过了塞萨尔的扩建 但手臂却暴露在了战马的攻击范围之内 尖锐的触角刺进塞萨的二臂 他强忍着剧痛踢出一技后蹬腿 44马的大脚拍在了马屁上 持溜一声 战马只感觉有什么东西进入了身体 刚烈的剧痛让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震怒的塞萨尔举起扩建 你看喵的那个地方 老子都是用嘴的 剑影交错 尽数落在宰灵身上 塞萨咬牙坚持 他知道对方一定不会下死手 因为对方接到的命令是收服自己 王八之气汇聚于铁链之上 塞萨挥舞着拳头杀向战马 狂风骤雨般的拳头落在身上 像是一万头草原马在践踏 死灵骑士的战马化为一团黑烟彻底的技能 死灵骑士十分不解 拼上权力哪怕受伤也只是杀掉了自己的一个座器 这场战斗还有必要打下去吗 塞萨黑黑一笑 老子可是纯科技战士 体力剩余不足15% 启用特性超级恢复 马娜遍布全身 塞萨再次满血复活 塞萨耳手中的扩剑钻的咔咔坐下 他愤怒地举起武器冲杀上来 以他喵得跟老子玩不要脸的事吧 塞萨双手持鞭 迎上对方一剑 天崩又地裂 龙烟散去 扩剑被割打 塞萨耳愤怒地劈砍 黄金右脚踹在塞萨身上 将他击退树 愚蠢的人类 你以为我失去了战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塞萨笑嘻嘻地爬了起来 呵呵 还是先看看你的肚子吧 只见塞萨耳的铠甲已出现了树岛斑裂 他万万没想到 塞萨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做出了冷击 塞萨冷漠地看着对方 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失去了战马的骑士已经不完整 现在塞萨耳在他眼里就是漏洞摆住 而且对方的每一个招式都被塞萨清晰地记在了脑海中 塞萨抓住机会 一拳打在对方胸口 启动武器特殊能力大爆炸 练环在死灵骑士的身上炸裂 一击得逞 塞萨收回练环 双手握拳高高举过头顶 大动作就会有大漏洞 他相信这种漏洞完全可以迷惑对方 果不其然 塞萨耳挥舞扩剑杀向塞萨 但这次他击中的只是对方的残疑 而塞萨的真身已来到他的身后 塞萨手上光芒大胜 忘了告诉你了 打架可是要带脑子的 一拳打在腰间盘 一拳打在心口窝 塞萨也没有想到 失去了战马之后 自己居然被打得如此狼狼 他冷眼看着在灵笛声说道 我承认 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塞萨耳双手持剑摆出战斗姿态 没想到 你居然会逼我使用这个 话音刚落 一头满是瑶牙的虚影 怪物凭空浮现 塞萨耳猛然挥舞破剑 虚影急速杀向塞萨 塞萨轻面一笑 身后同样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王霸虚影 呵呵 想一招决胜负吗 不好意思 老子也有挂 拳影相随 心随舞动 崔库拉朽之力横穿怪物躯体 一拳之力恐怖如斯 最后的底牌被化解 塞萨尔只能拼死一波 塞萨这边的战斗 基本可以宣告胜利了 但是外面却是岌岌可危 锅斗巴的机器人被扯去了四肢 马哥也被一群沸沸围住 眼看菊花不保 更重要的是 丧尸大军还在源源不断推进 就在众人陷入绝望的时候 鸟龙的上端突然出现了碎裂的声音 咔嚓一声 塞萨尔的身体从中冒了出来 该死 我输了 这是他倒在地上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马格特一脸的不可置信 那个人类真的有这么强吗 塞萨光着膀子站在塞萨尔的尸体前 对方真的很强 若非他有超级恢复的能力 自己早就败了 塞萨尔的身体逐渐化为虚异 一枚发光的魔石掉落下来 当马格特赶来时 塞萨已将魔石捡了起来 塞 塞萨尔大人输了 这不可能 塞萨黑黑一笑 一会你就能见到他了 蓝色的魔石握在手中 塞萨选择强化 传授C级强化到B级 主技能得到强化 现在已被传授的所有技能均可上升到B级 一股滔天威压自体内爆发 塞萨双眼冒光 变强的感觉简直太爽了 马格特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塞萨便急速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还是不是找你爹呢 马格特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下体就被塞萨通摸了 嘿嘿 接下来就该是我的主场了